第2761章大怒,玉无敌答应带林涵去找他的小伙伴,可不只是因为他受不了这样的折磨,而是想要让林涵走出去,让其他人看到他的模样,自然会惊动武怨方面,派人过来救他。 他相信,林涵一定是迈进了准天尊,甚至更强,才能一级就把他拿下。 靠,天尊欺负人,武运肯定会拐,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座山峰之下,这是玉无敌一个小伙伴住的地方,那人叫程飞闻,也是一名九重天仙王,但祖上并没有天尊及强者。 这个小集体便以玉无敌为首,因为只有他父亲是天尊,而且还是二部。 林涵取出一块仙精,直接炼化成了一根锁链,将玉无敌绑了起来,然后突行着上山。 这山上并不止一个洞府,因此林涵拖着玉无敌上山的一幕也被许多人看到,他们漠不震惊,那可是玉无敌啊,堂堂九重天仙王,更有一位二部天尊的老子,怎么被人当成是死狗一样拖行。 而那的拖曳玉无敌的猛人又是谁呢? 当初与林涵同在武院的人,现在基本已经上了狱外战场,少有人还留在这里,因此并没有人认得林涵。 武院之中,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个妖怪? 玉无敌只觉颜面扫地,这么被人拖曳着在武院中转圈,他以后还怎么耀武扬威? 只要有人提及今日之事,恐怕他就要灰溜溜地逃走吧。 他咬牙,他发誓,他一定会请父亲出手,将林涵轰杀成渣。 啊,他惨叫,身体与地面摩擦,让他的皮肤破碎,鲜血流了一地。 这是因为林涵在他的身上施加了可怕的力量,再加上这里的大地被天尊淬炼过,坚硬无比,好像用墨盘在碾黄豆似的,哪怕他是九重天仙王都市扛不住。 再说了,他的修为已经被封,根本无法调用规则来护身。 林涵毫无同情之心,早在玉无敌向他的儿子孙子出手时,他就已经判了玉无敌的死刑。 他完全不在意别人的目光,一路上山,众人都是大骑,纷纷跟随,同时自然有人向武院方面反映情况。 这动静有点大,没等林涵拖着人来到山顶,上面的人倒是已经得到消息,纷纷走了出来。 玉,玉与兄,看到玉无敌居然被拖曳在地上,成非文大惊,这是什么情况? 你就是成非文,林涵问道,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如此折辱武院弟子。 成非文大声喝道,武院之中,只要境界差距不超过二重天,可以随便出手,只要不杀人造成不可恢复的重创就行。 但是,可以伤人并不代表可以侮辱人,像林涵这样,把玉无敌当成死狗一般脱液,这时是超出了极限。 林涵点点头,伸手向着成非文抓了过去。 成非文连忙退,连玉无敌都被林涵拿下,那他的战力与玉无敌只是相当。 绝不可能是林涵的对手。 只是,林涵的战力可敌二不天尊,区区九重天仙王也能躲得掉。 一掌按下,成非文便被林涵拿下。 你想做什么?成非文又怒又惊,林涵不答,将成非文也细在了锁链上,扑页着下山。 啊,成非文发出怒吼,这是奇耻大辱啊,林涵只做未文,他要找去找第三个人。 众人都是围观,这个家伙严重践踏了五愿规矩,肯定会有强者出面镇压他,到时候又会怎么收场。 枪枪枪,锁链在地上摩擦,发出刺耳的声音,而玉无敌和成非文都在惨叫,他们被封了修为,皮肤在摩擦中破开,鲜血流淌,在地面上流下了一道血痕。 错非他们都是先王,光是这样流血就足以让他们死亡了。 饶是如此,他们也是血肉模糊,惨不忍睹,许多人不明真相,都是窃窃私语,诉说着林涵的残忍,居然这么对待五愿弟子。 理够了没有,当林涵刚刚走下山的时候,便听到一个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响了起来。 林涵抬头,目光则是看向遥远处的山峰,摇摇头,不够。 这个声音只有他听得到,因此见林涵自言自语,众人都是莫名其妙,他在与谁说话,又是什么意思? 不够,什么不够,唉,一声嘀嘀地叹起声在众人耳边响起,便见一名灰衣人出现,他道,念在你亲人负伤的份上,本尊允许你出手惩戒,但现在太过了。 红云大人,众人默不跪倒下去,这是一位二部天尊,也是现在五愿中的最强者。 欲无敌和承飞文回过魂来,默不大声叫了起来,请红云大人做主。 在五愿中公然凌入其他弟子,这绝对破坏了规矩,而众目睽睽之下,红云天尊可以若无其事地掩埋过去吗? 不可能,这二人就是要击红云天尊出手,惩戒林涵。 林涵毫无表情,之前他们这些人羞辱,伤我儿子的时候,又不过分吗? 一对仪式切磋,穷殴又算什么,既然他们不守规矩,那我又何必守什么规矩? 那就怪不得本尊了,红云天尊叹了口气,伸手向着林涵抓去。 如果林涵只是私下里对付于无敌,那他可能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了,可现在不行,他再不出手的话,又将五愿的威严置于何地? 林涵哼一声,一拳轰出迎上,砰,两人的尽力撞在一起,顿时引动了超级大风暴,而目光锐利的人依然可以捕捉到,红云天尊居然被震飞了。 天哪,二部天尊出手,居然不敌林涵。当风暴退散之后,众人看得分明,林涵依然傲立于原地,腰杆笔直,神情坚毅,目光凛然,带着强烈的杀意。 今天不管是谁来了,他都要让那几个伤害儿子、孙子的人付出应有的代价。 思,红云天尊则是倒抽凉戏,他是何等人物,立刻便发现林涵刚才那一级完全是肉身之力,并没有调用天地伪力,可就是如此,也压过了他。 他虽然还没有将二部修到圆满,但怎么也是二部天尊啊,居然会不敌? 这是怎样的怪物啊?而玉无敌和承飞文则是绝望,连二部天尊都不是林涵的对手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算玉须天尊回来又能镇压得了林涵吗? 天尊拥有不可想象的特权,只要不投靠狂乱,羞辱一下九重天仙王又算什么? 今日之入,他们还能讨得回来吗? 第2762章不管,众人都是摇头,玉无敌仗着背后有个二部天尊的爹,纠结帮手,欺负林见血,哪能想到人家也有一个二部天尊的爹? 这不,人家老子来报仇了,这可以怪林涵吗? 谁的儿子被人在眼皮底子下面欺负会没有脾气的? 里不是二部,红云天尊开口,他充满了肯定,二部绝不是这样的,他清楚得很,不是二部,那是几部,众人都是好奇,林涵当才与红云天尊互拼一技,在实力上可是丝毫不落下风,那至少也该从二部天尊起步是不是? 不是。林涵一笑,不是,红云天尊充满了疑惑,对方明明没有抽取原世界的本质力量,仅凭本身的力量就能与他媲美,甚至更胜一筹,那么对方的修为肯定的是三不起。 可问题是,对方为什么不动用权力呢?李维子报仇,都在五院中大闹了,还有什么好顾忌的?难道,他目光一跳,心中浮起一个可能,让他浑身都要站立? 准天尊,他说了出来,此言一出,众人竟皆哗然,准天尊,怎么可能,开什么超级玩笑,有能够立第二部的准天尊吗? 呵呵,问题是,这样一句天大的玩笑话却是出于红云天尊之口,一位真正的二部天尊。 人家会看错,人家的眼力会没有自己高明,人家会故意围言耸听,凌寒倒是没有想要隐瞒,点点头,不错。 理事凌寒,一个纪元前的那个凌寒,红云天尊又道,他想了起来,一个纪元前的时候,他还是一部天尊,听说第一层战场空间来了一个猛人,轻松就杀尽了总保。 当时他还想,待凌寒迈进天尊位,进入第二层空间的时候,好好看看这的后起之秀。 结果,凌寒却是失踪了,但是,与凌寒齐名的吴浩阳却是一军突起,现在已经是四部天尊,与兴气虎,凌幽连并列,和称三王,是他只能仰望的人物。 本以为凌寒只能作为吴浩阳的陪衬、助解,却没有想到隔了这么多年之后,他又出现了。 准天尊可第二部,那他达到四部之后,思。 红云天尊不敢想了,这位主日后会变得何等强大呢? 凌寒,这毕竟是五愿,你也退一步如何。 他劝道,一来他看好凌寒的未来,二来凌寒也用实力证明了拥有匹敌二部的能力,可以与他平起平坐,自然让他放下了架子。 欲无敌和承飞文则是郁闷无比,他们可是受害者,你居然当着他们的面对行凶者好言好语。 凌寒摇头,不可能,今天我一定要让行凶者付出代价。 你才是行凶者,欲无敌和承飞文在心中叫道,嘴里却只能发出身影,痛啊。 凌寒拖着两人继续前进,而红云天尊则是脸色难看。 他应该阻止的,但他是刚刚来接班作证五愿的,整个五愿就他一个天尊,可他有自知之明,并非凌寒的对手,又怎么阻止得了呢? 上去蛮缠,那是自取其辱,别爆出二部天尊不敌准天尊的天大新闻来。 在他眼里,自己的仪式英明可远远比喻无敌二人的性命重要。 死了就死了吧,反正他已经阻拦了,没能阻住而已。 林兄,你好自为之,红云天尊肃然说道,然后转身就走,他会将这件事情上报,至于以后会怎么处理林涵,那就看那些大人物们的意思了。 走了,走了,众人都是张大了嘴,说不出话来,你不是坐证五愿的妈,现在有人公然行凶,你居然不管。 不是红云大人不想管,而是这个人太强大了,连红云大人也压制不了。 有人道出了实情,林涵,林涵,红云大人说了,这是一个纪元前的人物。 啊,我想起来了,一个纪元之前确实有个猛人。 你们看到万古时尚那张三里四之名吗?就是林涵所留。 还有,据说他在狱外战场的时候,只用了十几万年就杀尽了总榜前百,绝对是怪物之极。 吴浩阳你们知道吧,当初林涵可是力压五天王,或封那一代的最强。 斯,众人都是斯牙,说别的都很抽象,但吴浩阳的威名就太鼎盛了,只用了十二亿年就成为了四部天尊,但从四到五这一步的跨越太难了,所以才一直停留在了四部。 这是万古最强天骄,与星气虎,林幽莲并称三大天王,未来都有可能成就七部,誓言世界的希望。 而林涵当初,可是比浩浩阳还要高出一些些的,那他这么妖孽自然好理解了。 林涵的神情毫无波动,他在五院中性走着,找到了一个又一个欺负过儿子的人。 有些人还没有得到消息,被他在洞府里带个证着,有些人却是得到消息开溜了,但根本不可能从林涵手里逃走,被他拿下,抓回了五院。 锁链上拴着的人已经有十二名之多,而这也是围殴林剑雪的全部凶手。 林涵将除了玉无敌之外的十一人都是掉了起来,然后将玉无敌踩在了脚下,撵着对方的脸。 在先玉的时候,这个人还堪称他的对手,可现在却连一战的资格都没有。 林涵,你仗着修为比我高欺负人有什么了不起的,等我赴回来,必斩你首级。 玉无敌大声叫道,双眼喷火,林涵点头,我跟玉须也有一些仗要算,他回来的话,我便将他战了。 你,玉无敌不由地气势已弱,连红云天尊都是不敌,而玉须天尊迈进二部并没有多久,更加不可能是林涵的对手。 我问你,可后悔,林涵问道,玉无敌不敢再硬撑,绝对暂时低头,便点点头,悔。 知道自己错了吗?林涵又问,错了,玉无敌很老实,好,林涵点点头,一直点出,啪,玉无敌的一条手臂顿时炸开,化成了血雨。 啊,玉无敌惨叫,差点晕死过去,他本以为低下头林涵就会放过自己,但显然错了。 林涵却是毫无同情,又是一指点过,啪,玉无敌另一条手臂也炸开,他根本不停,又是一指点过,玉无敌的双腿也一一炸裂。 四周有人看着,都是不敢吱声,这家伙也太狠了,就因为玉无敌打了他儿子,居然就在五院中崩然行刑,这是要将人活活凌迟的节奏吗? 以后万万不能与林见血结上仇,不,遇到任何姓灵的人都要躲得远远的。 第2763张摆平,林涵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李见过五院中有谁敢欺负林家的后人? 吴家的后人,没有,因为林洛吴志鸿打出了无敌的声明,谁都知道他们已经跳出了规则的限制,想杀人就杀人,没有人可以阻止。 所以也没有人敢招惹他们的亲人,朋友,因为那会让自己万劫不复。 林涵便也要打出这样的凶名,威名,保证亲人朋友的绝对安全,否则让他怎么在狱外战场死拼狂乱。 林兄,红云天尊又出现了,他满脸的复杂,还请三思而后行。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林涵轰出一拳,啪,欲无敌的脑袋顿时被轰碎。 框,天地悲鸣,血雨纷纷,林涵目光一立,向天道,这种恶人死了,也配天地悲怜。 给我回去,他爆发危能,轰,漫天的血雨顿时逆向而行,而他的威势充斥,鼓荡在每个人的心中,强行按下了天地扬动的悲伤之意。 这是在逆天啊,众人都是呲牙,虽然修炼就是逆天之举,否则每次突破也不会被天节轰击了。 可事实上,武者又是附着于天地的,就像先王就代表着规则。 哪怕是天尊,那也需要调用原世界的本质力量才能发挥权威,差别在于天尊超脱了,哪怕去到别的位面也能拥有强大的力量,照样抽取原世界的本质力量,没有局限于某个特定的位面。 所以,哪怕是天尊其实也不会故意跟天地为敌。 可灵寒强行逆转天地之碑,又没有实质性的意义,何必呢? 据大人物说,违逆天地会有非常严重的后果,天尊都要小心。 况,天地间响起了怒雷,一道道闪电极批,针对起了灵寒。 原本,超高等位面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也许七部天尊全力发威才会被针对,可谁让灵寒故意逆天,这自然激怒了天地。 灵寒无惧,只是冷冷地看着天空,他的强大不依附于天地,完全在于自身。 我的道,以自身为何,我不化未念,却又是未念。 灵寒在心中说道,就算被天地憎恶,完全阻隔他抽取天地之力,他也无所谓。 这场天结足足持续了半个月才消散,代表着天地的憎恶达到了极高的程度。 红云天尊将灵寒的所作所为上报给域外战场的高层时,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有的大人物主张严惩灵寒,这公然破坏武院的规矩,本身就是大错。 而且,玉无敌还是一位天尊的嫡子,若是容忍这样的事情,那又如何让这里的天尊安心战斗? 不,家人的安全都不能保证,那他们又在战斗保谁的家呢? 但也有大人物支持灵寒,确实是玉无敌先破坏规矩,已大欺小了不算,还让人围攻灵尽血,也难怪灵寒会愤怒。 当然了,杀人就有些过了,怎么处置,两个论点各有支持的人,争来争去都没有一个结果,只能层层上报,由那几位七部天尊来做决定,毕竟,灵寒真的太妖孽了,准天尊就能匹敌二部,这样的人才是原世界最最需要的。 很快,大人物们发话,灵寒此举太过,但念在原世界需要他这样的天才,允他戴罪立功,戴突破天尊之后就去狱外战场效力。 这,等于没有处罚,消息传出,自然将欲须天尊气死了,他就这么一个儿子,真欲性命,为了对方的前途还特意封印了,可见他的期许。 可现在,儿子没了,他想立刻杀回去和凌寒血拼,但很快就压下了冲动。 连红云都不是凌寒的对手,他就更加不适了。 他去求见风情天尊,他这个师尊非常妖孽,现在已经是三步了。 若是风情天尊愿意出手,那镇压凌寒自然亦如反掌。 师尊,请你帮徒儿一次,欲须天尊跪在风情天尊面前,自从迈进先王之后, 他几乎没有再跪过风情,但现在为了儿子,他再次跪了下去。 风情端座,迈进三步之后,他的气息越发地深沉,能够在先遇这样的贫寒之帝都修成天尊的,这本身就代表着惊人的天赋。 所以,风情来到严双未念之后便迎来了修为的大爆发,但三步几乎就是他的极限了,没有特殊的情况他将永远五望四步。 他闭目沉吟,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祖子居然会成长到今天这一步。 欲须天尊更是恨,当初几次三番想杀凌寒,却总被对方逃脱,如果当时他的决心可以更加坚定一点,说不定早将凌寒干掉了,又哪有这么多的事情。 原生一脉,还想翻身吗?凤情天尊睁开双眼,时光直冲天雨。 五愿中不好下手,但他终究要来这里,只要他上路,本尊便亲自去狙击他。 他收回了目光,又变成了那冷冰冰的死人脸。 且师尊,欲须天尊大喜,三步天尊出手,凌寒必死无疑。 谁也没有想到,凌寒居然轻易就化解了这么一个大危机,但再想一想,谁要能够在准天尊的时候匹敌二步,那不也能得到特殊待遇吗? 再说了,也是欲无敌自己找死,破坏规则在先。 而狱外战场的人也听说了凌寒的故事,许多人都是感慨,当初那个凌寒又回来了,无愧是凌魔王,一露面就搞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但凌寒却很低调,他就陪着儿孙,带到凌剑雪父子完全伤好之后,他才与女皇出发,寻找岩双未面的核心。 这花费了他们好些年的时间,但这里许多准天尊都是在那里迈出这一步的,因此,地河的所在也并非什么秘密。 主要是赶路花的时间。 超高等未面的核心非常难以接近,通往地河的路上更有许多危险,这可是超越规则的,九重天仙王一个不小心就会死掉。 凌寒和女皇却都已经是准天尊了,战力更是达到了一步、二步级别,自然不会有什么困难了。 差不多七十多年后,他们终于来到了未面核心处。 他们无法接近,一颗十八彩的光球在绚里生光,美得无法形容,可那种可怕的波动确实让凌寒都是星际,根本不敢接近。 小心一点,你之前逆天,极可能要被天帝刻意针对。 女皇说道,凌寒点头,天洁他自然无惧,可天帝却可以隐藏起那古独一无二的力量不让他领悟,更可能扬动这样的力量向他攻击,谁让他主动走到了这里来呢? 第2764章冲击天尊,凌寒和女皇分开一段距离坐下,两人的实力差距很大,自然不可能坐在一起的。 这越是接近地和,就越是容易感应到其中那特有的力量。 两人开始闭关,想在白齿干头更进一步,难,两人都已经接近甚至达到极限了,不可能再容纳更多的未念之力,而且就算可以,这需要的时间也是长得发指。 他们发动体质,加速时间流,整整七千万年之后,凌寒才终于体悟到了颜双未念那独一无二的力量,开始抽取进入身体。 又是五千万年后,他成功完成了,吕黄的天赋不如他,但容纳的未念之力数量也远远少于他,因此,他也成功融合了这最后一股力量。 两人,可以冲击天尊了,回五院,他们可以在这里冲击天尊位,但凌寒逆天而行,别在最关键的时候遭到天地反噬,那乐子就大了。 所以,还是先离开这里,他们回到五院,这么长的时间过去,凌非凡都已经达到了九重天,而凌剑雪已是突破了准天尊,父子二子都去域外战场对抗狂乱大军了。 与他们同行的当然还有陈双双和安秀儿。 凌寒不由摇头,他在准天尊修炼的时间真是有够长的,现在连儿子都已经在修为上赶上了自己,甚至突破了天尊也不一定。 他和女皇开始冲击天尊位,这在五院中并非什么秘密,所有人都是好奇,待凌寒迈出这一步后会强大到何等地步,二步天尊肯定不是他的对手了,那三步呢? 有人期待,有人急防,有人则是暗恨,比如卓凯,这么多年过去,他也才迈进了四重天,但以他的资质来说,这已经是奇迹了。 没办法,谁让他老子也早就成为了二步天尊,可以给他更多更珍贵的修炼资源。 没有人会怀疑凌寒可能失败,人家早就拥有了二步天尊的战力,难道还会卡在天尊位上? 他们不确定的是,凌寒什么时候会出关? 凌寒打坐,他这个准天尊与众不同,别人是用一个未面的力量淬炼身体,而达到一定的高度时,体魄足够强横了,就能直接抽取这样的力量为己用,使之战力倍增。 水到渠成,几乎没有什么难关,所以说,只要能够成就准天尊,那就一定可以成为真正的天尊。 凌寒完全不同,他在体内形成了力量核心,所有力量都是从体内核心迸发出来的,并不需要去借用天地之力。 不然的话,他在哪的未面就只能借用那的未面那独一无二的力量,怎么都只有一种,那他这一个机缘的努力又有什么意义? 他要让体内核心的力量游变身体,将之淬炼到极致,可以完全承受核心力量的喷发,那么,他就能放心大胆地对敌,一念动,内核喷涌全力,而不再只是靠体魄之力。 他慢慢放开内核,让力量一变变地在体内流转,这个过程他已经走过许多次了,熟练轻松,然后,他慢慢放开内核,便知喷涌出来的力量越来越多。 哼,他体内涌动着汹涌的力量,无尽地咆哮着。 整个五院之中都能听到这样的动静,让每个人都是震惊,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准天尊突破的时候会产生如此大的动静。 时间不断递过去,灵寒体内运转的力量越来越强大,越来越恐怖,那震荡出来的气息波动甚至让空间都在战斗,也让人人自为,万一这样的气息失控,那可能整个五院都会毁于一旦。 七万年过去,女皇率先突破,迈进了天尊位,虽然有天洁降临,但与他却是半点影响也没有。 可灵寒却还在继续催炼身体,他融合的未念之力实在太多,现在还是没有达到极限。 他不急,这是早在意料之中的事情。 十万年,二十万年,将近三十万年后,灵寒终于发现自己快要达到极限了。 然而,就在这时,一股狂暴的力量突然在他的体内爆炸。 突,灵寒顿时吐血,这赫然是他最近抽取到的未念之力,严霜未念特有的力量。 这股力量之前一直十分安分,可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候,他突然反水了。 灵寒本来就已经快要达到极限了,突然这股力量暴动,对他造成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这事大破坏,他连忙镇压,可这股力量的暴动却是引发了其他未念之力的混乱。 连锁反应之下,他的核心失控班地喷涌卓力量,冲击着他的身体。 啪啪啪啪,他的骨头瞬间全部破碎,强如仙晶又如何? 未念独一无二的力量本来就是天尊级别的,而且现在又不知道有多少股这样的力量在暴动,仙晶亦是瞬间破碎的份。 灵寒无法镇压这些暴走的力量,轰轰轰,他的核心则是喷涌得越来越恐怖,以惊人的速度喷吐着力量,将他的身体都是生生撕裂。 当达到一个极限后,轰,核心竟是炸裂。 灵寒瞬间化成了无数块碎片,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都是受到了重创,他强行以虚弱的灵魂将每一块碎片都是聚拢,重新拼了起来。 他盘坐下来,一遍遍地运转不灭天经,想要恢复过来。 但这太难了,他的身体化成了无数的碎片,而一块碎片中都有某个未面独一无二的力量,这些力量原本被灵寒融合到了一起,但现在却是完全分开了,而且格格不入,无法融合。 吃,失败了,灵寒不甘心,更是不能接受,他努力了这么久,将战力提升到了前五谷人的地步,可现在居然无法突破天尊。 夫君,刘宇彤等人都是冲了过来,最后的大爆炸之下,灵寒闭关的密室被完全冲毁,这自然也将诸女都惊动了,他们看着灵寒,莫不亥然。 因为灵寒虽然将身体拼了起来,但每一处地方都有血痕,尤其是胸口处,赫然有一个洞,正有鲜血鼓鼓涌出,这一看就不对头。 灵寒露出一抹苦笑,我冲击天尊失败,好像出了点问题。 慢慢来,一定可以恢复的,吕皇安慰到,成就天尊之后,他越发地雍容华贵。 灵寒点头,继续运转不灭天惊,见灵寒还能运转功法,众女都是微微松了口气,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有忧色,灵寒的情况到底有多么严重。 现在,他们只有耐心地等了,第2765张废了,灵寒一遍遍地运转不灭天惊,却只能将身体简单地修复起来。 从外表看,身上的血痕已经消失了,可胸口的血洞却还在,心脏已经消失了,一直有血在涌出来。 他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每一块肌肉,每一块骨头都成了独立的个体,里面有一个未念独一无二的力量,根本无法统一起来。 这样,别说战二部天尊了,他甚至连仙王都是不如。 灵寒式的用力,顿时闷横一声,体内的力量互相冲突,根本打不出去,只会在体内造成冲突,瞬间就把他的右手炸得粉碎。 他重新拼回了右手,眉头紧皱,现在问题可大了,他并不认为这是因为他之前忤逆天地,而遭到了严霜卫面的刻意针对。 这完全是因为他太贪心了,吸纳了太多的未面之力,远远超过了他体魄能够容纳的极限,所以,一旦全面运转起来,他就爆掉了。 现在核心碎开,他前功尽弃,完全成了废人。 没有办法补救吗? 灵寒不断地尝试,想要重新构建核心,将这些力量再融进去,但他发现这根本就是妄想,体内的力量太乱了,一动就会彼此针对,瞬间就让他四分五裂。 踏实了种种办法,却都是没用,吕黄还去将瓦里请了过来,但瓦里对此也是毫无办法,分析资料他在行,但这种情况他从来没有遇到过,也只有干瞪眼的份。 之前灵寒大爆炸的动静太大了,根本瞒不住,因为充斥着整个五院的那股强大气息已经消失了,那么灵寒肯定停下了冲冠。 怎么还没有见灵寒出面呢?有人发现瓦里去了灵寒的洞府,特意去找他询问。 这个家伙根本不知道保密,被塞了一块鲜金就实话实说了。 顿时,整个五院一片哗然,灵寒废了,他冲击天尊失败,据说受了极严重的倒伤,不可能有复原的机会。 这个消息好像长了翅膀似的,很快就传到了域外战场,也引发了大轰动。 灵寒的朋友,如宇皇一等人莫不感到惋惜,可域外战场可不是说离开就能离开的,他们也不能放下一切来探望灵寒。 但他的仇人就多了,而且也不仅是仇人,比如竞争对手如河宇峰、楼天迁等等,则是各个兴奋,之前他们还白高兴了一场,原来灵寒没死,又回来了。 然而这一回,消息确凿,他们默不大笑,这个家伙终于完蛋了。 灵寒的潜力惊人,因此,他是不是真的废掉了,这关系极大。 没有多久,一位超卓的大人物驾到,楚浩,六部天尊,这是一个超级大人物,因为他是七部天尊凌落的弟子,而本身也有希望突破七部,是整个原世界最受期待的人,之一。 另外的话,周恒、灵霄阳等六部天尊,还有灵幽莲、星气虎、吴浩阳等后起之秀也是如此,未来都可能成为七部。 楚浩亲自检查了灵寒的情况,楚大人,怎么样,诸女都是充满了关切,楚浩眉头紧皱,好一会才到,你想要凝聚诸大卫面的特有力量,化成自己的核心,这是一个很有创意,很大胆的想法,只是你吸取的力量太多。 现在这些力量在你体内彼此冲突,我若是强行镇压的话,便只能使之一一湮灭,这就意味着,你以前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 众女都是失望,连楚浩都没有办法吗? 那灵露呢,灵寒陈寅,也就是说,我想要改变现状,就只有放弃一切,从头再来。 这个头,可是要回到一个纪元之前,退到他还是九重天仙王的时候。 不错,楚浩点头,灵寒想了好久,才到,容我好好考虑,在没有尝试一切方法之前,我并不想浪费之前的努力。 可,楚浩点头,对灵寒的决定十分欣赏,因为他也是这样的性格,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放弃希望,哪怕那样的希望在别人看来根本不存在,成功率完全为零。 有什么事情尽管叫我,他留下了一道幸福,里面有他的一道神势,撕开之后,神势化形,亦有五部天尊的战力,而他的本尊也会感应得到。 灵寒点头,肃然道,大人之情,在下铭记。 楚浩展颜一笑,这个人有些像是当初的自己,让他充满了好感。 人只要活着,就永远不要放弃希望,他在灵寒的肩上轻轻拍了下,然后才离去。 可他这么一走,灵寒却没有好转,自然让所有人确信灵寒真的废了,连六部天尊都是没有办法。 有些人感到可惜,这是一个无比妖孽的天才,没有成为天尊,抗击狂乱真是太可惜了。 但也有些人嗤之以鼻,说到一个人再强又有什么用,能够战胜得了狂乱吗? 灵寒倒是放开了心怀,他时常在五院中走动,换一换心情。 他的情况被众人看到,心脏处有一个血洞,不可恢复,这也让人感慨,灵寒真的完蛋了。 从此之后,天才的榜单中,再无灵寒之名。 然而,灵寒却完全没有放弃,他其实有退路的,大不了寻规道举,跟别人一样修炼,以他的妖孽还是可以成为最强的天尊,但只能是知疑了。 可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不想走这一步,一是不甘,二是他认为天无绝人之路,一定有办法的。 时间慢慢过去,灵寒成为废人的消息也从新闻变成了旧闻,只有偶尔才会被提起,有人唏嘘,有人则是冷嘲热讽,像卓凯就是比较跳的类型。 欲无敌已经挂了,卓凯可说是五院之中唯一和灵寒有救援的人了,之前他一直忍着不敢得罪灵寒,但到了这时候,他终是不再顾忌。 他不断地说着灵寒的坏话,无论是公开还是私底下,他都是极尽羞辱之能士,将灵寒说的是一文不值。 他完全不拒灵寒来找他的麻烦,一个废人,他怕个屁。 不过,女皇听说之后,二话不说直接过去将他宰了。 别说他并非五院弟子,就算是又如何,女皇这么傲娇的性格,得罪了灵寒,那肯定被他判了死刑。 因为卓凯并非五院弟子,女皇纵使杀人也没有违反规矩,可消息传出,卓冰会善罢甘休吗,他肯定会来找女皇报仇的。 女皇无惧,别说他们这边还有底牌,便是他本身的战力也能体敌二步了,完全没当回事。 让他挂在心上的,便只有凌寒了。 第2766章转折,凌寒尝试了一切办法,却默不证明了都是走不通的。 难道,他真的只能放弃? 凌寒放平心情,抛弃了一切功利心,过着最最平淡的生活。 他在女皇等人的陪伴下,走过了千山万水,心态越来越是平静。 某一天的晚上,他坐在池塘边上,看着水中倒映着的漫天星辰。 当李思禅调皮地将一块石头扔进来的时候,顿时扬起了片片涟漪。 他突然一睁,好像要抓住什么了,但伸出手的时候,却是什么也没有碰到。 一时之间,他心仰难耐,一扇大门向他打开了一道缝,可他却偏偏忘记了里面的风景。 他低头看,池中的星辰已经化成了无数的碎影。 凌寒心有所悟,却只觉差了一点。 在他的坚持下,大家在这里住了下来。 凌寒天天坐在池子边上,当七十几天过去之后,他图有所悟,发出了大笑声。 既然内核碎了,那就让他碎好了。 他为什么要凝聚内核,是想要即使离开了一个未免之后,也能够靠内核源源不断地产生力量, 让他这个一步天尊达到无人可及的高度。 但是,他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一个未免确实有核心,但是各未免百个未免呢。 他们各有核心,可没有融合到一起,这本来就是独一无二的力量,怎么可能融合? 凌寒之前确实融合了,但从现在来看,只是将他们融合到了一起,根本没有真正的融为一体。 所以,到了最最关键的时候,眼双未免的力量爆发,引动了整个核心的暴走,将他的身体都是炸裂。 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任他再妖孽都没用,因为根本就是错的。 那就没有办法了吗? 不,凌寒摇头,其实解决之法早就已经给了他,只是他没有意识到。 他将格局再放大一点,把自己当成一个原世界,那么体内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未免,以每个细胞来承载未免之力,又会如何? 他立刻开始尝试,不再去试图融合体内的力量,而是顺其自然,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大世界,体内一切力量都可以演变发展,只要可以为他所用即可。 当然了,这说起来简单,可要让这么多杂乱的力量一起爆发,为他所用,而不是互相冲突,那就绝不是想一下的事情了。 他哭作,时间不断递过去,百年,千年,万年,一黄眼,又是七百万年过去。 林涵发出一声长笑,突然长身而起,轰,他体内抱涌出惊天动地的力量,让苍穹都是战斗。 他战力全富,而且还提升一大截,毕竟他又多了一道严双未免的特有力量。 夫君,诸女都是惊喜无比,林涵展颜一笑,这些年让你们担心了。 众女都是摇头,却是泪水滚滚,他们一直在担心林涵,自己的男人那是何等骄傲,却成了众所公认的废人,肯定让他难受无比。 现在,他终于又站起来了,吕黄微笑,我一直相信你,夫君,我们立刻就回武院去,让那些人看看,打他们的脸。 朱玄儿说道,嗯,众女都是点头,他们都是憋了一口气,不急,林涵笑道,我们再去其他未免走一趟。 啊,众女都是张大了嘴,你刚刚才恢复过来,怎么又要去了? 林涵点点头,相信我,他现在真正领悟了,将自己当作了原世界,可以容纳各个未免的力量,那么,他其实就没有极限了,体内的力量可以无限强大。 也就是说,哪怕他到了七步之后,这第一步的力量还是可以不断地增强,远远超出七步的极限。 但在此之前,他要先悟通圆世界创造未免之力的真谛,到时候他就能跳出原世界,自己的体内可以衍生出新的未免之力。 狂乱只是化身成了未免,但林涵却是整个原世界,这格局谁高谁低。 当然了,格局高了还得看修为,境界差得太多的话,那一切还是百搭。 所以,林涵要感悟更多的未免之力,直到他自己可以创造未免之力,那他及时迈进一步、二步、三步之后,体内却依然可以不断地产生新的未免之力,让他的强大变得没有止境。 狂乱可以随意制造出天尊来,而我若是达到大成,不但也能如此,甚至,七步天尊都能一念而成吧。 林涵想到,这说出去肯定所有人都以为林涵疯了,先王都只能靠自己一步步修炼,天尊还能信手培养。 甚至七步,可林涵却是充满了信心,到了那个时候,他真的可以。 因为他就是原世界,而且还是可以一切自己做主的原世界,那又有什么事做不到的? 来,我带你们先去五金卫念,林涵将手一抄,终于便全部被他的力量包裹,然后,他们身影就渐渐消失。 如果有天尊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这可不是普通的空间移动,在整个岩双卫念任何一个角落都不可能再发现林涵一行人的踪迹。 他们直接穿梭原世界,前往五金卫念了。 这无比的不可思议,向周恒当初前往仙域卫念时,那时他有卫念灯塔指引,而他凭空撕开卫念臂障的话,那去到什么地方就是完全没数的。 林涵不同,因为他的体内有五金卫念的特有力量,只要以此感应,那五金卫念就如同灯塔一般在黑暗中亮了起来,让他可以轻松前往。 19年后,他们就到了五金卫原面,速度快得让人不能相信。 林涵前往许多卫念,继续抽取那里的特有力量。 现在他豁然开朗,自然轻轻松松,不过三年就把这股力量掌握,在体内一个细胞上凝成。 继续,他与众女前往下一个卫念,同样不过三四年的功夫,他就又多了一道卫念之力。 原世界现在只有一个超高等卫念,99个高等卫念,9999个中等卫念,而低等卫念的话,却是多达数十万个。 林涵就这么漫步而行,三百多万年后,他突然发现,自己居然来到了异域。 也就是说,只要再往前进一步,他就能回到仙玉。 得知这点后,众女也不由地激动起来,虽然有林涵的地方就是家,但仙玉却还有他们的朋友亲人,一个都纪元过去,大家怎么样了? 第2767章怀剑城天尊。 异域,很熟悉的地方,当初林涵被两届天尊所破,不得不冒险逃进这里,也曾在这里挥洒过热血,战斗过青春。 一个多纪元后,他又回来了,但这一次,他已经是准天尊,而真正的实力估计都达了三步,在这里可以横扫。 进去卫念核心,相比起找抑郁曾经那些强者算账,现在的重点当然是掌握卫念核心。 进得卫念之力后,说不定林涵就能参悟出源世界诞生卫念的奥妙,从而自行在体内产生卫念之力。 他们一路走,因为这是抑郁,他们也特意留意了一下,现在广为流传的便是一件事,怀剑正在冲击天尊。 怀剑,林涵愣了一下之后才反应过来,怀剑便是一个纪元前抑郁最最出色的天才,当初都能够与他打个半斤八两的,没想到一个纪元之后,对方就要成为天尊了。 他十分感叹,自己所认识的人都是进步甚大。 当然了,别说怀剑还没有成为天尊,就算他达到了这个未面的极限,林涵也是只手便能镇压,他这个准天尊强得太不像话了。 每几年功夫,他们就来到了这里的地和处。 原本,未面核心是不能接近的,这可是真正的天地之力,一旦接近,便会遭到未面之力的强烈反噬,这威力远远超过了规则。 然而林涵现在已经拥有三部级别的实力,而这又是低等未面的核心,相比于林涵,其实不急。 如果林涵爆发权力的话,他甚至可以打爆这个未面核心。 他当然不会这么干了,而是一手探出,直接插进了未面核心之中,强行抽取未面之力。 在其他地方,他都只是坐在净除体悟的,可现在实力强弱颠了个岛,那就不用这么麻烦了,直接抽取,简单霸道。 未面核心发出战斗,似乎生怕林涵打爆他似的,确实根本不敢反抗。 林涵很快就完成了,在体内的一颗细胞上凝成为面之力,以后也将生生不息。 这真是快的离谱,他们离开了地核,而只见整个抑郁都是一片欢腾,原因很简单。 怀健成功突破天尊,让抑郁又多了一位至强者。 去看看,众女都是好奇,这是一名当初可以与自家夫君分庭抗礼的天才,如今也突破了天尊。 好,林涵点头,他也想知道异域现在有没有打破约定,又向着仙玉未面发起攻击。 因为怀健突破天尊这件事情十分的轰动,所以想要打探怀健在哪里是很容易的事情,谁又会认为有人敢向怀健出手吗? 你们,被问讯的人看着林涵他们,摇了摇头,年轻人,你们想要去仰慕强者,这可以理解,但你们是什么修为,有资格去吗? 现在的林涵珠人都是伪装成了异域生物的模样,以他们的实力完全不用担心会被堪破。 林涵自然不会与他一般见识,只是一笑,问清楚情况之后,林涵珠人出发,前往万剑山。 万剑山就是怀健闭关,突破天尊的地方,以前这不叫万剑山的,但怀健悟道之时,山间有万千剑影浮现,修炼剑道之人观之,有无限名物。 因此,这座山也就改名为了万剑山,从此之后,这也将成为异域的一座圣地。 万剑山下,人群如潮,所有人都是争相一睹心境天尊的容貌,这是一个活生生的传奇,也是最近一个纪元唯一成就天尊的人。 唉,如果当初没有一个魔王闯进来的话,说不定现在不止怀见大人一个人突破天尊啊。 有人突然感慨道,柳大人,这座和解,边上的人问道,之前那人摇摇头,新年有好几个天才与怀健大人并列,哪怕不如也没有差了多少,可一个从先遇来的奸细却卧底在横荒大人的门下,当被揭发之后,他居然杀了那些个天才,禁止怀健大人申免。 什么,附近的人都是惊呼,这是他们从不知道的秘心。 林涵正好也在边上,不由一愣,这说的不就是自己吗?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这里居然还有人记得自己。 他只是一笑,没有想去辩解当年发生的事情。 不过,附近那些人却是纷纷骂起了林涵来,有的说他阴险,有的说他吃里扒外,抑郁都对他那么好了,却还不知幡然醒悟。 林涵无所谓,终于却是一个个都露出了怒容。 水燕玉头一个出手,砰,一道净力震荡开来,啪啪啪,四周的人顿时倒了一片。 他虽然只是一众天心王,而且还是水货,可周围那些人最高也只是声援镜级别,又怎么可能挡得住他? 这动静太大,立刻引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围观,都是莫名其妙,怎么这里就突然打了起来? 但谁都知道,水燕玉可以这么猛,至少也是十连强者,又有几个人敢多管闲事。 哼,这可是怀见大人的得到圣地,今日甚至有好几位天尊大人过来庆贺。 谁敢在此放肆?有人知道,这是一个红发男子,右手臂完全就是歇前壮。 他有斥责的底气,因为他可是十三连的强者。 哦,又怎么样?水燕玉说道,那红发男子钉在水燕玉的身上看了几眼,哼了一声,道,立刻跪下,向着山顶膜拜请罪,本作可饶你一次。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水燕玉的修为只是十连,与他的差距无穷远。 水燕玉自然不会答应,他吃了一声,你若跪下向我道歉,我便饶你一次。 大胆,红发男子见水燕玉还敢学话,立刻大喝一声,挥手向着水燕玉抓了过去,歇前无限放大,有一彩缠绕,散发着大道规则的伪力。 区区十连居然敢向他叫嚣,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柔妖女轻驰一声,一掌拍出,砰,红发男子顿时被震飞了出去,浑身喷涌出一团绿色的血雾。 他可是九重天仙王,虽然无可能迈进天尊,可战力当然也不是那红发男子可比的。 砰砰砰砰,红发男子被拍飞,身体一路撞,破碎了许多的山石,这才没进了大山之中,完全看不到了。 众人都是大惊失色,然后暴怒,这可是万剑山,怀见大人得到的地方,将来的圣地之一。 可现在呢,怀见大人还没有正式开宗立派,可到山雀先被破坏了,虽然不太严重。 这是极其严重的亵渎,第2768章七茶丫头。 好大的胆子啊,众人都是窃窃私语,异欲无者普遍比仙遇人彪悍, 他们纷纷盯着灵寒一行人,目光不善。 怀见大人突破天尊,普天同庆,你们居然敢来捣乱。 呵呵,慕以为十八连就能无敌了,有人冷笑着站了出来,不止一个,就一眨眼的功夫, 便见有七名十八连强者出现,将灵寒诸人围了起来。 天尊威严,不容亵渎,还不束手就情,一名十八连强者喝道, 以她的眼力自然一眼就看了出来,这一行人中只有柔妖女达到了十八连, 其他人都只是十连罢了,甚至有两个人连十连都不到。 那自然是灵寒和女皇了,因为一个是准天尊,一个是一步, 脱离了先王范畴,反扑归真了。 柔妖女将双掌一措,来战哑,她主动杀出,刷,手中已是一根鞭子, 向着七大十八连强者抽了过去,这是一件仙器,灵寒做给她的。 这么多年下来,灵寒手中掌握的仙晶也是多得惊人, 足以让诸女不但人手一剑,甚至身上的穿戴都可以用仙晶制成, 攻防超高。 所以,柔妖女毫无畏惧抵杀了出去,退一步说, 哪怕她没有这身杭头,这不还有灵寒和女皇在后面支撑吗? 祖气,这些十八连强者都是哼了一声,也默不祭出了自己的仙兵。 达到九重天级别了,又怎么可能获取不到仙器呢? 叮叮当当,八人激战,能够迈进九重天,尤其是在低等位面, 那一个个都绝对是无上天骄,所以柔妖女不但没有占到上风, 反而还被压制。 不过,这些十八连强者很快就郁闷地发现, 对方身上居然还有一件仙器护甲,而且有极高级的符纹闪动, 拥有惊人的防御能力。 这是灵寒炼至上去的,有不灭天经一部分的威能, 在融合仙经之力,便是九重天仙王义不能破。 缺点是,这些符纹不能常住,过一段时间就需要重新绘制一下。 换了另一个天尊,谁干这样的事情,不嫌麻烦吗? 可灵寒却无所谓,不花时间在自己媳妇身上的话,那又花在哪里呢? 柔妖女根本不用管防御的事情,只需要不断地攻击就行了。 这让她太占优势了,只攻不守,威风之极。 不过,七大十八连强者虽然拿不下柔妖女, 可自保却也没有问题,毕竟她们的战力都不弱于柔妖女, 更何况还是七人联手。 柔妖女娇齿一声,身上有雷光泛动, 呲,便身上很快就凝出了九彩仙王。 五行雷术,这可是天尊宝术, 她也只能运转几招而已, 而且还亏得她身上有宝甲相护, 可以硬吃攻击, 否则她也不敢在七大强者的围攻下憋大招。 但大招一出, 她的战力就姿地一下往上直窜。 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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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鞭子扫过, 锋芒无人可敌, 七大强者又如何, 瞬间就被杀得七零八落, 谁也不敢直音起风。 天尊宝术啊, 传承起来何等艰难, 便是九重天仙王都不可能的寿, 如果她没有一个天尊做师父, 老子的话。 围观群众都是目瞪口呆, 七大制强者都是压不住这个女人。 天哪, 难道她是准天尊吗? 退下, 一个充满威严的女子声音响起, 不容抗拒, 让七大强者默不屏息, 退到了一边。 山间走出来一名女子, 踏着空气而来, 身上没有任何的异彩环绕, 却是散发着让人战斗的气息。 她是天使族, 背后张开了两片巨大的白色翅膀, 头上有一道金色的光环, 美丽的惊人。 林涵不由地眸子唯唯一景, 这是个老熟人, 景中月。 当初她在天荒山借用黑塔之力大开杀戒, 只有怀剑, 景中月得了横荒天尊的偏爱, 身上有宝器护身, 这才逃过了一劫。 这么多年过去, 怀剑成为了天尊, 而这女子, 居然也成就了准天尊。 拜剑大人, 七大强者都是跪了下来, 向着景中月行礼, 他们中有些人甚至要比景中月年龄大上好几倍, 可五道从来不看年龄的, 只看修为只看实力。 景中月点点头, 她持着双足, 肌肤雪白, 散发着圣洁之气, 便是恶魔族天生痛恨天使族, 也不得不承认, 这是一个让他们都要动心的美女。 李氏和人, 景中月看向柔妖女, 冷冷喝道, 柔妖女嬉嬉一笑, 道, 小丫头长得挺俊俏的, 不如给我夫君当个七茶丫头吧。 此话一出, 众皆哗然, 放肆, 太放肆了, 居然敢让一名准天尊去给人当丫头。 不管是七茶还是通房, 那都是天大的侮辱。 整个天下, 天尊最强, 谁能入天尊, 众人都是愤怒, 恨不得江陵寒碎尸万段, 林寒见所有人的眼神都瞄在自己身上, 不由暗叫无辜, 又不是他说的, 为什么要把矛头对着自己呢? 景中月也是冷然, 本来念你可以修到十八连不易, 只想对你略施薄成, 可你非要自寻死路。 他出手, 向着柔妖女抓去, 柔妖女当然不可能是一名准天尊的对手, 因此他连忙叫道, 乱星姐姐, 救命啊。 哼, 吕黄出手, 十分随意地一挥御掌, 便见景中月就飞了出去, 一路撞断了无数的山石, 没进了万剑山中。 他出手可比柔妖女众多了, 而且景中月是准天尊也精壮, 直接就把万剑山给砸出了个窟窿来。 这, 所有人皆是师生, 这居然是一位天尊, 都说天尊不可入, 那怀剑不能被人泼脏水, 这一位就可以了。 你们动不动就要将他身边的人拿下至罪, 又将这位天尊的威严置于何地? 呵呵, 本未念什么时候多了一位这么强大的道友? 一生长孝中, 只见从万剑山上射落下来好几道身影。 众人一剑, 连忙败倒, 拜剑横荒天尊, 拜剑赤炎天尊, 拜剑皇权天尊, 拜剑怀剑天尊, 刺猬天尊齐献, 这阵容太强大了, 随便哪一个都拥有横扫天下的实力。 四大天尊都是副手于背后, 目光则是盯在了女皇身上。 女皇懒得在卫装, 真容立宪, 什么,这竟是人族女子, 仙玉未念不是早就与我们休战了吗? 怎么会突然跑来一名天尊? 这是新静的吗? 据说仙玉未念已经没有天尊坐镇了。 众人都是惊呼, 无比的诧异, 你到底是什么人? 怀剑问道, 迈进天尊之后, 他的气势越发地沉稳。 第2769章 喝退天威 林涵呵呵一笑, 同样去除了卫装, 走前一步, 道, 怀剑, 可还认得我吗? 你, 怀剑盯着林涵看了一会, 突然目光一亮, 是你。 边上, 横荒天尊也认出了林涵, 不由地暴怒, 当初若非林涵的关系, 将无乐天尊放了出来, 说不定他现在已经迈进二步, 成为最强神话了。 可就因为那次的破坏, 让他功亏一篑, 一个纪元下来都没有丝毫的进步。 林涵点点头, 好久不见了, 他现在的格局提升了无数倍, 早已经不将怀剑放在心上了。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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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剑确实冷笑, 当初你仗着天尊宝气行凶, 这一次, 倒要看看你怎么逃出生天。 虽然林涵那边也有一位天尊, 但他们这边却是整整四人, 最关键的是什么, 这里可是他们的世界, 女皇要受到未念之力的压制, 更无法抽取这里独一无二的力量。 只要拖的时间一长, 女皇体内的力量好空, 那轻轻松松就能镇压了。 可惜, 她是不可能想到的, 女皇也凝成了力量核心, 根本不用担心力量好空的问题, 而她的力量更是达到了二部级别, 一人便能横扫这个未念了。 林涵就更加恐怖了, 三部的实力, 哼, 横荒天尊直接出手, 她是老牌天尊, 也是这个未念的最强者, 几乎没有之一, 形式又岂需要什么顾忌。 林涵很是随意地一挥手, 啪, 横荒天尊的大手便被 拍开, 好不容易中箭, 正应该去叙旧, 急什么急呢? 这一出手, 所有人再次目瞪口呆, 什么情况, 那可是一位原天尊出手, 却好像被赶蚊子四地拍开, 轻松无比, 这让人怎么相信? 准天尊, 怀剑, 黄泉, 誓言天尊都是眉头紧皱, 他们这点眼力还是有的, 可就是这让他们皱眉, 准天尊为什么可以这么牛逼? 这又不是他们去到了仙玉未念, 被那里的天地之力压制, 那只能发挥出准天尊的战力便不稀奇了, 古怪的小辈, 垢荒天尊目露凶光, 他们都被周恒警告过, 终其一生都不能进入仙玉未念, 所以一直没能去找灵寒麻烦, 可现在灵寒送上门来了, 他居然奈何不了, 他胸口尾骨, 昔黑如墨的独角发出光芒, 正在憋大招, 对于天尊来说, 这块的惊人, 很快他就积蓄完毕, 立刻向着灵寒杀了过去, 当初的灵寒可是能够与怀剑相比的, 现在怀剑迈进了天尊位, 灵寒成为准天尊自然也很正常, 不能小看了, 哼, 他飞扑而来, 带着无上神威, 这一全力以赴, 连天帝都在战斗, 吕黄踏前一步, 挡在了灵寒身前, 然后对着恒荒天尊就是一巴掌抽了过去, 哼, 恒荒天尊被毫无悬念地抽飞, 重重地撞在万剑山上, 山头立刻崩碎, 而恒荒天尊的身形却还没有停下来, 继续向着天空中飞去, 很快就化成了一个小黑点, 再也看不到了, 所有人皆失声, 只觉浑身发寒, 堂堂天尊, 居然被一巴掌就抽了, 天哪, 这对男女到底是怎样的变态啊, 便是怀见, 黄泉, 誓言天尊也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虽然每一个天尊莫不是天下顶尖的奇才, 但他们都不得不承认, 恒荒天尊是他们中最强的, 可最强的一个都被女皇一巴掌就抽飞了, 这是何等巨大的实力差距, 便是他们为天尊又如何, 都是头皮发麻, 四肢发凉, 灵寒淡淡一笑, 没事没事, 今天我只是来看个热闹, 顺便看看故人们如何了, 怀见等三大天尊又怎么肯相信, 当初抑郁差点把仙玉给灭了, 若非一次次奇迹的发生, 现在仙玉早被吞噬融合掉了, 现在仙玉除了超着无比的强者, 会放过他们, 他们连忙发出神势波动, 召来更多的强者, 要一起围攻女皇, 毕竟, 这里可是异域的天地, 你本身越是强, 就越是要受到天地的压制, 果然, 女皇这一出手便引来了异域天地的针对, 天结落个不停, 她完全无所谓, 这样的攻击打在她的身上不痛不痒, 而她也不怕异域未念隔绝她的力量抽取, 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抽取这里的力量, 一部天尊还无法抽取原世界的六大本职力量, 只是被这么不断递劈, 让女皇也生恼了, 你凡事不凡, 凌寒健壮, 按按女皇的手, 然后对天道, 还不退散, 要我废了你吗? 她散发赫然的气势, 直逼天地, 顿时, 漫天雷光消失得干干净净, 靠, 天地亦能被吓退, 怀见诸人都是手足冰朗, 哪怕是他们都不愿意与天地为敌, 毕竟他们的力量来源就是异域纳独一无二的伟力, 一旦离开这里, 他们便只能算是准天尊, 而且力量有出无尽, 战力还会跌落, 然而, 凌寒一喝, 天结就退散了, 这是什么力量? 吕黄已经够强了, 但从现在来看, 分明是凌寒更加可怕啊, 仙玉是怎么了, 出了这样两个怪物, 凌寒贪了贪手, 现在, 我们可以好好叙旧了吗? 话音落下, 修修修, 只见九名天尊旗帜, 而后横荒天尊与景中月也是蓬头垢面地回来, 此地一下子出现了十三名天尊, 一名准天尊, 这样的阵容无比之强大, 也证明了异域未面正处在即胜时期, 因为之前凌寒走过了许多低等未面, 甚至还没有这么多的强者嘞, 仙玉是想要重启战端吗? 黄泉天尊说道, 他身后有一道死亡之何之冲天雨, 这是他的道, 处之者死。 当初若非周恒出面, 仙玉应该已经被覆灭了, 没想到才过去一个纪元, 就轮到仙玉未面反攻抑郁了。 凌寒笑着摇头, 我可没有代表仙玉未面, 好了, 不等你们玩了。 他现在的格局大了, 新年的恩怨也被他扫进了遗忘的角落, 只是感叹一番。 他并没有说起狂乱的事情, 也没有想过要将这些人带去严双未面, 毕竟两大未面是戴为敌, 不知道因此死了多少人, 凌寒还没有大气到以德抱怨的地步。 他做了一会, 便启程出发, 这也是一个警告, 让这些人不要以为一个纪元过去了, 周恒早就遗忘了这里。 还有他在里, 在他离开之后, 一遇诸大天尊都是相对无言。 确实, 周恒的警告远在一个纪元之前, 他一直没有再现身, 让有些天尊已经蠢蠢欲动, 想要重启战争, 幸好凌寒来得早, 否则他们要是真发动了战争, 不是都要被干掉了。 第2770章在回仙玉。 林寒诸人很快就来到了两界通道处, 这里有周恒流下的一道封印, 威力不是很大, 却是一个严重的警告, 这是一位六部天尊部下的, 谁又敢跨越雷池于一部。 林寒伸出手, 按在了封印之上, 一道神念阳洞, 诗, 封印立刻自动燃烧, 消失不见。 走, 他们进入了两界通道, 这里当初虽然有一道能量狂潮, 但现在自然已经平息了下来, 平静无波。 很快, 一行人就通过了这里, 虽然战争已经平息, 可以招被蛇咬, 三年怕紧绳, 而异域打了仙玉又有多久, 二三十个纪元了吧, 因此, 哪怕战争已经平息, 这里还有岗位, 沉默人, 看到两界通道中居然有人过来, 首位的七名声援竟立刻贺问道, 纷纷扬起了手中的武器。 熟悉的味道袭来, 灵涵扬手看天, 这里的灵气虽然是他走过未面中最最弱的, 却是最让他感到亲切, 真的感觉回到了家。 只是不做美帝事, 天帝立刻升起感应, 哐, 雷霆浮现, 对着灵涵和女皇狂批。 这是整个元世界中最弱的一个未面, 天帝的容纳力最小, 天尊准天尊公然行走于天帝意要被针对。 看到这一幕, 那些声援竟守卫默不大惊失色。 他们看不透灵涵这些人的修为, 但没有关系, 天节发威还不清楚吗? 这样的威能, 只要随便打上他们一下, 他们就要化成飞灰了。 他们连忙发出警告, 这远远超出他们可以应付的局面。 吕黄大怒, 这还有完没完, 他怒瞪天空, 有出手灭天的冲动, 走了, 凌涵则是笑道, 伸手一抓, 羞, 他们所有人都是消失。 第一站, 还是先去找未面核心, 这与他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 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地方, 凌涵只是探探手, 先遇那特有的力量就被他抽取了过去, 融于了他一个细胞之中。 而凌涵也威胁了一下, 天帝自然不敢再针对他和女皇。 他们出来, 去找父母以及各个朋友, 在凌涵的带领下, 他们几乎就是立刻便来到了地方。 一个纪元过去, 这里也大变样了, 原本只是一座荒山, 后来发展出了集市, 小镇, 而现在的话, 这已经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城市。 凌晨, 众人看着城门上两个大寺, 这一看就出自强者之手, 散发着无穷的威慑力。 凌涵不由一笑, 这是大哥的手笔, 他点点头, 大哥写这两个字的时候, 应该已经是三重天仙王了, 就是不知道现在又如何。 他们进城, 还交了一块新石作为入城的费用。 以众人进入城中, 因为时间过去的实在久远, 这里的变化也是大的惊人, 他们便没有直接去找风破云等人, 而是先找了家客栈, 一边吃吃喝喝, 一边打探下目前的情况。 很快, 凌涵就有数了, 城中现在分为三派, 分别是城家, 丰家和慕容家, 共同执掌着凌城。 城家当然是凌涵的妹妹, 林月妍的一脉, 她的夫君姓城, 如今子生孙, 孙生子, 不知道延续了多少代, 子子孙孙极多。 丰家是风破云的后代, 没想到这位老大哥最终 也娶妻生子了, 慕容家当然是慕容卿的后代了。 三大势力都是人数众多, 不过, 彼此之间并非铁板一块, 而是互相在争权度势, 闹得很不愉快。 林涵不由摇头, 这肯定不是风破云、 慕容卿的本意, 但传承了不知道多少代, 友谊之情当然会淡漠了下来。 她打探了一下, 果然, 风破云和慕容卿都在闭关, 据说都已经是六重天的先王了, 正在冲击七重天, 有几千万年没有现身了。 因此, 他们的子孙就开始闹了, 林涵摇摇头, 这是所有大家族的通病, 任你开门立宗的初代有多么了不起, 可传承传承着, 后代就会慢慢变直。 大消息, 大消息, 有人突然大声说道, 刚刚得到消息, 风家和慕容家要血拼了。 怎么回事, 众人都是惊问, 两大家族血拼, 难道不怕被承家捡了便宜吗? 据说, 是为了一株血餐, 那是超级仙药, 可以让生源净利辱先王。 那人说道, 嘶, 众人都是倒抽粮气, 凭空造成救出一位先王来, 这是何等惊人? 别看风家, 慕容家格有一位六重天的先王, 但在他们之下, 两个家族也个只有一位先王了, 而且还是一重天的, 那么, 多一名先王的意义就太大了, 可以占据压倒性的优势。 为什么两家忽视了成家? 因为成家连一名先王都没有, 正是如此, 三大家族可以并立一直是个大谜团, 因为怎么想成家也没有这样的资格。 现在一株血餐可以让生源净利破先王, 自然让两大家族眼红了, 反正也不用再意成家。 天生出世之后, 先路就慢慢消失, 现在生源净破入先王可不需要再去走先路, 回到了最最古老的时候。 林涵立刻腾身站了起来, 风破云慕容卿的后人与他自己的后代毫无区别, 子孙再不消,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自相残杀。 他们来到了风家, 在血餐之争中, 风家暂时站了上风, 将血餐抢到了手, 但慕容也高手进出, 将风家包围, 让风家将血餐交出, 不然就要兵戎相见。 双方都是出动了高手, 行事一触即发, 林涵大步而行, 走进了人群之中。 你是谁? 两边人看到一个不相干的人物出现, 莫不向着林涵看去。 林涵淡淡一笑, 我跟你们老祖宗都是兄弟, 都住手吧, 一家人搞内轰, 让人看笑话吗? 见林涵这么老气横秋, 众人都是气煞, 你一个其貌不扬的家伙 居然敢冒充他们的长辈。 怎么着, 你说自己是老祖宗的兄弟, 还想让他们也叫一生老祖宗不成? 打来的狂徒, 还不快快赶走, 立刻就有人出手, 向着林涵抓了过去, 林涵摇摇头, 伸出双手, 天地顿起感应, 无穷的灵气聚集, 只见地上凭空长出来几百株人身,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地茁壮, 露出地面的根须通红如血。 雀, 血餐, 众人都是惊呼, 之前出手的人也是戛然而止。 林涵这是强行抽取天地之力, 生生造出仙药, 并使之快速成长。 这是逆天之举, 可惜的是, 仙玉未念现在根本不如他强大, 只能被他摁着乱来。 第2771章短暂停留, 这是何等奇迹, 双手招招, 遍地仙药进放。 而且, 在林涵的伟力之下, 这些血餐的年份也在迅速增加, 很快就达到了可以入药的地步。 假的吧, 有人颤声说道, 完全不敢相信, 可是, 那清香的药香味做得了价吗? 还有, 几百株仙药合在一起, 都形成了浓郁到化不开的灵雾, 那又造得了嫁吗? 嘶, 他们默不眼红, 一株血餐就能让一名声援竟破入仙王, 那这么多的血餐又能造就出多少仙王来? 这真是自家老祖宗的兄弟啊, 不然怎么可能如此大方? 他们激动, 太惊人了, 这么多的仙药出世, 会引来整个仙玉大交的争夺。 然而, 他们很快就变得更加激动了, 不是因为欣喜, 而是惊吓。 因为这些血餐很快就长过了头, 开始凋零了, 大量的灵气凝成了食指, 冲天而起, 有若狼烟。 不, 他们惨叫, 连忙纷纷扑了出去, 这每一株血餐可都代表着一位仙王啊。 可灵涵既然失了手段, 又岂是他们可以阻止的? 他们根本接近不了血餐, 只能看着他们一株株地枯萎。 快停下来, 有人向灵涵喝道, 双眼赤红, 都是忍不住想要杀人了。 灵涵淡淡一笑, 身外之物, 就好像这些血餐一样, 会枯萎, 会消失, 但兄弟, 手足之情, 却可以万古长青。 快点把血餐还来, 否则定让你没有好果子吃。 不少人都是盯着灵涵, 莫不充满着愤怒, 根本没有去考虑这些血餐, 其实就是灵涵凭空催生出来的。 他们只知道, 既然是在自己面前出现, 那就是他们的。 灵涵摇摇头, 本想叫这些人一些道理, 可这些人根本没有听进去。 算了, 他也不是一个好老师, 灵涵右手一捏, 轰, 天地在起回应, 有隆隆的雷鸣声响动, 一道道闪电在他的周围披落, 如同天地在发怒一样。 这太可怕了, 让两边的人马漠不禁若寒蝉, 灵涵长笑一声, 化成了滚滚怒雷, 武灵涵回来了。 轰, 瞬间传遍了整个凌晨, 过不多时, 只见许多道身影从各的地方飞了过来。 寒儿, 灵东行, 月红尚夫妇出现, 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先王, 还有灵月炎, 他自然也成为了先王, 否则便是生缘竟也不可能熬过一个纪缘之久。 次帝, 风破云, 慕容卿也出现了, 老老祖宗, 看到风破云和慕容卿的时候, 所有人都是跪了一地, 这二位元认不认识啊, 乃是凌晨的主心骨。 小石, 小青, 兔子, 老餐等纷纷过来, 尤其是食人, 他顶撞着灵寒的腿脚在撒娇, 好像狗而似的。 灵寒不由感慨一下, 是狗的不像狗, 不是狗的却偏偏像狗, 他绝对没有再说大黑狗。 众人相见, 自然有无数的话要说, 他们先进去坐下, 说起了这些年发生的事情。 与风破云和慕容卿来说, 他们的生活十分平淡, 之前确实出去冒险过, 但后来就基本是在凌晨闭关修炼, 而灵东行夫妇就更是无聊了, 他们是靠灵寒炼制的丹药冲上先王的, 永远不可能再进一步, 自然嫌得无以复加。 他们主要是听灵寒说自己的经历, 那就要精彩太多了。 得知灵寒已经成为了准天尊, 而女皇室一步时, 诸人自然免不了羡慕甚至有了敬畏。 天尊, 连天亦要尊之, 谁能不敬, 风破云和慕容卿也狠狠地教育了自己的后人, 都是兄弟, 据为手足, 怎么能够自相残杀? 灵寒知道, 那些人会收敛一段时间, 可不用多久肯定会固态赴盟。 看看, 有哪一个家族没有内斗的, 一家人尚且摆不平, 更何况是异性了, 算了, 他也管不了这么多, 大哥, 三哥, 这次无有能力带大家去严双卫念了。 灵寒说道, 他回归仙玉有两个目的, 第一当然是抽取这里的卫念之力, 第二则是将父母等亲人朋友都带去严双卫念。 风破云, 慕容卿自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灵东行夫负责要考虑一下, 灵月言则是胸无大志, 只想待在凌晨, 陪伴着夫君, 他已经有无数的子孙, 也有操不完的心。 灵寒又去找舅舅, 月震山他们并没有在凌晨, 而是另建了一座城市, 距离并不远。 他给了大家一年时间, 一年之后, 他就会带想去严双卫念的人出发。 时间悄然而过, 众人汇聚凌晨, 看着彼此, 好像又回到了一个纪元之前。 同行的并不多, 大部分老人都是想要在仙玉安老, 因为他们都是以仙王丹突破的, 并没有再进一步的可能, 那去严双卫念干嘛呢? 那里强者如云, 突然给自己找不自在麻。 但许多年轻人却是选择了去新的世界冒险, 他们想要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灵寒大手一张, 将所有人都是收进了仙客居中, 然后开始穿梭元世界。 这是非常危险的, 变是仙晶都会被磨碎, 二不天尊亦不敢做这样的尝试。 但灵寒不同, 他只是准天尊没错, 却掌握了整个元世界所有的未念之力, 好像是这个世界的一份子, 穿梭未念就变得轻轻松松了, 根本不会遇到任何的阻力。 仅仅五十多年后, 灵寒便回到了岩双卫面。 他并没有将众人安排进天下第一武院, 那里的天才高手都太多了, 只会给众人打击, 而不会有丝毫的激励效果。 只是寻了一个安静、 安全的地方, 灵寒将众人放下, 让他们在这里修炼, 当然也可以去别的地方游历, 他留下了一些宝物, 足以镇压九重天仙王。 安排好了之后, 灵寒便出发, 又回了一趟武院。 他正式提出了退学的申请, 从此之后不再是武院的议员, 既不会得到武院的保护, 也不用再被武院的规则所束缚, 虽然对于天尊来说, 本来就不会去管什么规矩。 吕黄, 柔妖女也一样退学, 三人准备一下, 就向着域外战场进发。 对于林寒提出退学的申请, 武院方面是不可理解的, 因为林寒已经成了废人, 自然不可能再去破坏武院的规矩, 那么他更应该抓住武院弟子这个身份, 这样谁也不能明目张目的迫害他。 为什么要主动放弃这个身份呢? 在他们的不解之中, 林寒三人已是出发。 域外战场, 玉须天尊猛递站了起来, 小子, 你终于出现了。 他杀姬四义, 第2772章玉须出手。 如果换成林寒没有出事之前, 玉须天尊绝对不敢对林寒出手, 连红云天尊亦不是林寒的对手, 更何况他了。 所以, 他才会去请动自己的师尊。 然而没有等风情出手, 就传出了林寒废调的消息, 而且经六部天尊探查之后, 确定了这件事情, 那自然不用风情出手了。 三部天尊去对付一个废人, 这是在侮辱这位天尊吗? 玉须自己出手都不知道是大财小用到了何等地步。 他原可以随便派出一人去对付林寒的, 但杀子之恨若不能亲手抱的话, 他心里也不能平静下来。 因此, 玉须天尊亲自出手了, 他的速度很快, 不能让林寒进入狱外战场, 否则的话, 他出手就会有顾忌, 万一被人发现他残害战友, 那真是七部天尊也保不住他。 尤其是林寒之前还为原世界做了那么大的贡献, 现在物资还在总榜上列着, 至少几十个纪元之内无人可以撼动他的位置。 在一个山谷之中, 玉须天尊中是结到了林寒一行人。 林寒, 还想去哪, 他冷冷说道, 休, 身形浮现, 身上带着森然杀气, 丧子之痛绞心, 让他双眼都是泛红。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罪人还是功臣, 这可能要留给历史去评判, 但他绝对是一个慈父。 林寒露出淡淡的笑容, 他为什么非要回武院一趟, 把自己的弟子身份给卸了? 第一, 他便是要放出消息, 他要去域外战场了, 将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都是引出来。 他现在只是一个废人, 虽然身边还有九重天仙王, 但一名准天尊出手就足以搞定了。 第二, 没有了武院弟子的身份, 可以更加放宽贼子的杀心, 就算这一战的事情外泄, 那也只是一场普通的仇杀, 不需要背负什么责任。 欲须天尊会出现, 这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想要知道的是, 还有没有其他人了。 比如卓冰, 他的儿子便被女皇一巴掌拍死了, 但当初女皇有武院弟子的身份做保护, 现在这一位会不会过来呢? 现在他可真是扮猪吃虎了, 就不知道会来上多少纸大老虎, 欲须, 久违了, 林涵说道, 要说他最最恨的人中, 欲须绝对可以排前三的。 当初异域入侵, 以风情九五清火为首的天尊势力 不但没有抵御外敌, 反而在不断地扯后腿, 而欲须更是几次三番地想要夺他之物, 杀他之人。 因此, 林涵对抑郁强者反倒不怎么恨, 因为在大环境的压迫之下, 交换一下位置, 也许他也会做出抑郁强者一样的事情。 但他眼里绝对容不下叛徒, 必须诸之, 很久很久了, 欲须先王森然说道, 眼睛一直盯在林涵身上, 他不会这么简单地杀掉林涵, 一定要让这个恶子吃足了苦头, 受尽了折磨, 这才将他干掉。 你是先狱的最强者, 却在先狱需要你的时候不出现, 而且, 残害先狱同胞, 吃里扒外。 像你这样的畜生, 怎么有脸活着的? 林涵讽刺道, 欲须天尊并不动怒, 要是他这么简单地就沉不住气了, 那怎么可能突破天尊的? 他只是淡淡地微笑, 只是杀气变得越来越赤烈, 林涵怎么死? 他问道, 老鬼, 你才去死? 吕黄冲了出去, 双手扬动, 向着玉须拍了过去。 轰, 威是滔天, 玉须先王先是不屑, 女皇一出手就让他看得分明, 对方乃是名一部天尊, 这事让他有些惊讶, 但也只是如此而已, 难道二部天尊还压不住一部吗? 可当他发觉女皇这一级的威能时, 他就动容了。 浩强, 这绝对不是一部之威啊, 腾, 两人对轰一计, 莫不身形战动, 连连退后。 你, 玉须天尊站定, 他并没有在这一级上吃亏, 却也没有占到多少便宜。 他知道自己迈进二部没有多久, 战力不能跟老牌二部天尊相比, 但二部压制一部, 这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吗? 这名女子, 怎么会如此强大, 难道和凌涵一起的, 都是超级妖念吗? 她皱眉, 虽然她的实力略占上风, 但要战胜女皇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好办了呀, 心中这么想着, 但与虚天尊自然丝毫没有罢手的念头, 这是解决凌涵最好的机会, 而且场面上还是她握有优势, 只是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轻而易举。 花费一点手脚吧, 女皇是手, 九手必失, 只要给她抓住一个机会就能将凌涵掳走。 当然了, 若是可以, 玉须天尊还是想将所有人都拿下, 在凌涵的面前一一折磨, 杀死, 让她也品尝一下失去亲人的滋味。 啊, 对了, 这小子也有一个儿子, 嘿嘿。 玉须天尊出手, 向着女皇攻了过去, 这个一步天尊不能小觑。 女皇发出一声轻笑, 无惧迎上, 她可没有玉须天尊所想的畏首畏尾, 因为凌涵的战力比她还要强大, 更是随时可以破入一步, 需要她担心吗? 两人大战, 女皇自从突破天尊之后, 还没有与真正的天尊大战过, 因此, 她的战役很炽烈, 打得很激进, 不断地强攻。 这让玉须天尊十分恼怒, 你以为自己真是二部天尊吗? 她也是大吼一声, 展开了天尊宝树, 与女皇应科。 两大天尊激战, 掀起了可怕的风暴, 群星陨落, 大山轻易就被推平, 大海也瞬间就被蒸发, 这是超越规则的力量在碰撞, 破坏力太可怕了。 然而, 玉须天尊怎么也压制不了女皇, 她感到震惊, 按理来说, 在她这么高强度的压制之下, 女皇根本喘上过气来, 力量应该很快耗尽的, 毕竟只是一步而已。 可站到了这么久, 女皇的力量居然还能维持在一开始的高位上, 这让她无法相信不能接受。 这样下去, 她真能压制得了女皇吗? 她心念动转, 向着灵寒描了过去, 还是先把正主拿下, 这样就能放手一搏, 能拿下女皇最好, 不能拿下, 那也没有什么损失。 呵呵, 玉须兄, 需要本尊的一臂之力吗? 就在这时, 一个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玉须天尊先是一愣, 然后大喜, 卓兄, 卓冰, 卓凯之父, 二部天尊, 玉须是心静的二部, 但卓冰可要比他早多了, 因为他还在九重天的时候, 卓冰便已经是准天尊了。 两大天尊联手, 别说拿下灵寒轻易而举, 便是镇压这个古怪的一部也不是问题。 第2773章轻易杀之, 卓冰出现, 他奥利于长空之中, 与玉须一样的想法, 他要在凌寒进入狱外战场的时候将之解决, 不然会有些麻烦。 虽然只是小麻烦, 但能够避免的为什么要有呢? 卓兄, 你将那二子拿下, 再与本尊联手镇压这古怪女子。 玉须天尊说道, 卓冰点头, 他本来不可能在意一名一部天尊的, 但女皇强大的不像话, 让他也起了好奇, 想要知道为什么。 于他们来说, 提升修为壮大实力其实超越了一切, 便是亲生儿子也比不上。 他冷然看着凌寒, 嘴角露出一抹森寒的笑容, 在他看来, 一个废人当然是手道擒来, 哪怕他边上还有一名九重天仙王守护。 凌寒微笑, 道, 你信不信, 我可以一巴掌抽飞你。 卓冰根本懒得理会, 现在的凌寒也就只能在嘴上成逞能了, 他需要和一个废人斗嘴吗? 他探手, 向着凌寒抓了过去, 通, 无尽的力量凝聚, 化成了一只乌金般的大手, 有超越规则的符文符线, 这是天尊法文, 但并没有办法显化, 明灭不定, 难以捕捉。 一掌之下, 他要将凌寒和柔妖女一起拿下。 凌寒摇摇头, 一巴掌抽了出去, 通, 同样有无尽的力量凝聚, 化成了一只金色大手, 向着着冰的手迎去。 一级对轰之下, 那只乌金大手立刻被轰爆, 而金色手掌却是顿也不顿, 继续向着着冰拍去。 什么, 着冰大惊失色, 这不是一个废人吗? 怎么还会有这样强大的力量? 你是在开玩笑吗? 这要也算废人的话, 那他算什么? 大废物, 一念未必, 大手已是拍到, 着冰连忙躲闪, 但为时已晚, 只能将力量护在身上, 确切地说, 是在脸上, 因为这一掌就是对着他的脸抽过来的。 啪, 一巴掌抽过, 他顿时飞了出去, 砰砰砰砰, 一路上他不知道撞断了多少山脉, 而着冰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苟日这哪是什么废人? 这他妈的是三不天尊啊, 他还到了骨子里, 哪还有找林涵麻烦的想法, 唯一的念头就是跑。 跑, 离林涵这的废人越远越好, 这辈子他再也不相信林涵什么倍废的说法, 这是坑人坑爹, 靠。 他吻下身形, 正要转身就跑, 确实骇然看到又是一只大手抓了过来, 说了一巴掌将你抽飞, 是不是? 正是林涵, 着冰只觉心脏剧烈收缩, 还好, 天尊又岂会连这点镇定都没有, 他临围不乱, 勉强伸手格挡, 只要能够喘过一口气来, 哪怕受再重的伤都是不管了, 他要逃。 他, 他的挡, 但手臂却好像面条做成的, 根本不堪一击, 只见林涵的手长驱直入, 一把便将他的胸口抓住。 二不天尊, 不堪一击, 现在的林涵, 意境圆满, 体内有所有原世界的未免之力, 这爆发出来的威能是何等可怕? 可敌三步, 林涵抓着着冰, 将右手连连震动几次, 狂暴的力量冲撞之下, 着冰浑身的骨头都被撞得粉碎, 完全失去了战力。 他脚下再一脉, 已是回到了山谷之中。 当然了, 现在的山谷已经完全消失, 被两位天尊的战力推平了。 玉须天尊正在与女皇基战, 并没有发现刚才卓冰被一巴掌就抽飞了, 眼见一道人影飞射而来, 他只以为卓冰已经拿下了林涵。 他哈哈大笑, 卓兄, 你拿下那小子了。 一扭头, 玉须天尊的表情顿时变得精彩无比。 怎么回事, 在他看来, 应该束手就擒的林涵却是一掌扣着卓冰, 而卓冰则是全身搭辣的, 仿佛死狗一般。 见鬼了啊, 一个废人拿下了一名二部天尊, 而且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骗鬼啊, 玉须天尊一个诗神, 却是差点被女皇轰得正着, 让他连退术里, 嘴角也溢出了血迹来, 疏忽大意就要付出代价。 可他却是毫无所觉, 只是睁睁地看着林涵, 只觉好像是看到了鬼似的。 林涵展颜一笑, 很失望, 很吃惊是不是。 玉须天尊中是吻下了情绪, 道, 你并没有被废。 这是一个烟雾坛, 针对他埋的坑, 林涵摇头, 不要太看得起你自己, 我还不屑于此。 玉须天尊沉吟道, 你之前确实废了, 现在不但恢复了, 而且实力更进一步。 没错, 林涵点头, 玉须天尊一转身, 就要撕裂空间离开, 比他更强的着兵都是不堪一击, 那更何况是他了。 他甚至怀疑, 就算是风情天尊出手, 又奈何得了林涵吗? 逃, 逃回域外战场去, 只是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 又或是低估了林涵的实力, 砰, 他刚刚撕裂的空间立刻破碎, 而一只大手也叹了过来, 直抓他的脖子。 是林涵, 玉须天尊大惊失色, 他虽然看到着兵被林涵拿下了, 知道林涵的实力肯定更强, 但并没有一个直观的认识, 直到此时他才知道林涵强到了什么地步。 又或者说, 三部天尊对二部的碾压是何等之大? 啪, 他无力抵抗, 已是落尽了林涵之手。 他只觉愤怒不甘, 当初他要杀林涵的话, 只是翻翻手的事情, 可如今呢, 他就是成为了二部天尊也不是林涵的义和之敌。 他悔啊, 太悔了, 后悔, 林涵冷笑, 呵呵, 你应该悔的是, 为什么当初没有提先玉出力, 为什么非要仗势欺我, 才会有如今的结果, 一切都只是你自找的。 术子, 要杀药寡随你的便, 不要以为本尊会向你低头。 欲须天尊喝道, 能够成为天尊, 那绝对是意志坚定之辈, 岂会软骨。 好, 林涵点头, 左手一震, 啪啪啪, 欲须天尊体内的骨头末步被撞得粉碎。 他在双手一合, 砰, 欲须天尊就与卓冰撞到了一起, 两个人末步撞成了烂泥, 我中有你, 你中有我, 倒也不负他们联手一场。 林涵随手将两大天尊的尸体扔下, 欲须在他眼里只是小角色, 真正被他记在心上的, 乃是风情, 久无二人, 心火还好, 毕竟没有与他结仇, 甚至还与他有过一段交集, 恶感不是很强。 三人继续前进, 向着狱外战场进发, 让林涵不知道应该感到高兴还是失望的事, 居然再没有人出来狙击他了。 是认为玉须, 着冰出手, 我肯定难逃一死, 懒得再出手, 还是只有这两人非要置我于死地呢。 林涵男男, 第2774张废人归来, 几十年过去, 林涵三人终于重灵域外战场。 但他们虽然来到了壁垒, 却并非原来那个, 一个纪元下来, 狂乱大军不知道发动了多少次攻击, 也让壁垒一个各地失守, 防线退后了一大截。 这是一处新建的壁垒, 而在此后方, 正有新的壁垒在建造, 攻势才只完成了三分之一, 离郡功遥遥无奇。 林涵与女皇先去消架, 此时在这里坐镇的天尊当然早就换掉了, 听到林涵和女皇说要消架还吃惊了一下, 什么情况, 还有消架一说的。 然后, 他才认出站在他面前的人乃是林涵。 林涵, 他叫了出来, 感慨连连, 都一个多纪元了, 没想到你居然还会归来。 他是周延, 当年为了争夺七杀七暴丹的时候, 还与林涵交过手, 一个纪元之后, 他也顺利迈进了天尊位。 这样的静静不能和吴浩阳这种妖孽比, 但无论放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撑得上快了。 你看, 林涵还只是准天尊呢, 林涵点点头, 可算是回来了, 周延不由摇头, 当初林涵何等威风霸气, 便是与吴浩阳相比也不逊色, 甚至还微微占了上风, 可现在呢, 吴浩阳已经是四步了, 林涵却成了废人。 造花弄人, 天意难测啊, 林兄, 可有什么打算? 念在林涵当年的妖孽上, 周延很客气, 再说了, 他已经成为了天尊, 自然早就忘了自己败给林涵的事情。 他们看中的是未来, 不是过去。 林涵一笑, 打算在这里先住上一段时间, 了解一下固有的情况, 然后再做打算。 到时候, 他会突破天尊, 前往第二层空间。 周延点头, 好, 你就在这里住下吧, 有什么事情尽可以来找我。 谢了, 林涵笑道, 这真是潦倒见人心, 周延与他并没有什么交集, 却愿意说出这样的话来, 这真是不容易。 林涵归来的消息传出, 顿时引发了不小的轰动。 谁是林涵啊, 哎, 你是七万亿年前来的新人, 难怪你不知道。 什么, 我都来了七万亿年了, 还算是新人。 当然了, 这个林涵可是一个纪元前的猛人。 去看看天书那里的总榜, 还在第三十四名的人是谁? 嘶, 他是那的林涵, 废话, 不是他又是谁, 可是, 他一个纪元前就那么猛了, 怎么现在还在这里? 哎, 这就是圣吉尔摔啊, 之前林涵用了一个纪元苦修, 以准天尊之身就能轰败二部天尊, 威名达到最鼎盛, 可是, 他冲击天尊确实失败, 如今已是一个废人了。 啊, 新人们慢慢从老人口里了解到林涵的强大和妖孽, 但也莫不感到可惜, 一代妖孽居然会落到如此凄凉的地步。 当然也有许多新人不相信, 准天尊干翻二部。 你怎么不再吹大一点, 连七部天尊都能干翻好了? 可无论如何, 现在的林涵就只是一个废人, 来这里安度晚年的, 因为他之前得罪了不少人, 便是在天下第一武院中也不见的安全。 这里就不一样了, 严禁内斗, 否则就是被处死的份, 可说是绝对安全了。 不过是的孬种, 有些新人距离林涵当初威风霸道的年代太久了, 漠不出口讽刺。 这里可是狱外战场, 不是养老的地方, 这种人活着又有什么意义? 这里不准内斗, 这些人就天天去林涵门口晃悠, 说些嘲讽的话, 希望林涵可以有自知之明, 赶紧自己离开。 林涵只当没有听到, 他要钓鱼, 还有多少人对他怀有恶意, 另外, 患难见真情, 他废了, 又会有多少人在知道消息会过来看来。 之前他在武院, 狱外战场的人抽不出身, 但现在不同, 只是层次相隔, 来去是很方便的。 没过多久, 林涵的故友们便纷纷过来。 人很多, 比如玉皇, 亦残阅阿牧杜十一, 还有既无名, 火芙蓉, 当然还有大黑狗, 原生天尊, 如今他们全部都已经成为了天尊。 当然还有林剑雪, 林非凡父子, 林剑雪已经成为了一部天尊, 而林非凡也达到了准天尊, 他目前还在第一层。 严仙鹿呢, 林涵问道, 牺牲了, 必说道, 早在十一万亿年前, 严仙鹿来到第一层空间也没有多久, 便在狂乱大军的工程之下战死了。 林涵不由可惜, 他与严仙鹿的交情十分久远, 没想到却会突然听到对方的死讯。 但更多的人却在这样的血腥战争中茁壮成长, 像阿牧等绝代妖孽已经成为了二部天尊, 而宇皇, 原生天尊等也距离二部并不远, 只有一盒大黑狗要逊色太多, 一部就可能是他们的终点了。 这还是因为他们是在严双位面上, 否则的话, 在仙玉连一部都是奢望。 众人续了好几天就, 但他们也不能太长时间地离开自己的岗位, 便纷纷留下了一些宝物, 不知道对林涵有用没用, 可有一点用都好, 希望林涵可以快点好起来。 我可是非常怀念与你竞争的时光, 既无名这么说道, 林涵哈哈大笑, 只希望你能一直保持这样的信心。 众人一一离去, 林涵的著作再次恢复了安静。 其实在此期间陨落的人很多, 除了严仙路之外, 当初从仙玉来的天骄基本都魂葬他乡, 比如安然, 比如孟非城, 千语仙王, 云须仙王等等。 这是一个绞肉场, 虽然可以让人快速成长, 但也充满了危险, 大部分人终究只有黯然化道的份。 林涵十分感慨, 来到阴烈碑前进行悼念, 这是用以纪念所有在此牺牲的勇士, 如此长的时间下来, 战死的英雄数量多的惊人, 便是以林涵的神势扫过一遍都要点时间。 他在此平掉, 倒了一杯酒, 洒在壁上, 敬那些逝去的仙玉同胞。 哟, 是谁在假惺惺? 有人在后面说道, 不是那个怕死的废人吗? 又有人笑着见面, 英雄们都已经战死了, 一个废人却还在苟且偷生。 无妨, 下次狂乱大军袭来, 就让他自生自灭。 这一共有七个人, 在那你一言我一句, 极尽讽刺。 他们真是看不惯林涵, 一个废人为了活着, 居然躲进了这里来。 这可是勇士的战斗之地, 英雷们的圣殿, 怎么容纳的下一个孬种? 吕黄一幕, 就要动手, 林涵伸手将他搂住, 不过是几个小屁孩, 无需计较。 嫡媳, 嫡媳, 就在这时, 撕心裂肺一般的叫声响起。 第2775章退, 嫡媳, 在这里嫡媳只代表一个意思, 那就是狂乱大军又攻来了。 修, 之前那七个还在嘲讽林涵的年轻人立刻往回跑, 不再理会林涵。 我们也回去, 林涵说道, 他与女皇, 柔妖女直接前往长墙, 立刻便听到外面传来的轰鸣声, 大地在战斗, 天地都是动容。 这一次的攻击, 由盛以往, 边上有人说道, 听动静, 十分可怕, 这次的攻击规模太大了。 另一个人也说道, 声音都在战斗, 也难怪他会控制不住自己, 一次大规模的攻击之下, 他们就将死伤无数, 而一次超大规模的攻击, 不但会造成更多的伤亡, 甚至连整个壁垒都会破坏, 被迫将防线撤后。 林涵也是有些吃惊, 因为只听大地的震动来看, 这次的狂乱大军确实恐怖。 他看向女皇和柔妖女, 战斗开始之后, 全力以赴。 这次的攻击十分恐怖, 即可能一战之后壁垒将不复存在, 而且, 下一道防线还没有修建好, 因此, 这一道防线失守, 狂乱大军将长驱直入。 当然了, 太过深入的话, 天尊就不会受到两界天地的压制, 可以全力发挥, 来一个二部或是三部天尊就能平定, 但这意味着防线的大面积溃败。 两界战争, 关键在于领土啊, 他们这一退, 狂乱便能前进, 吞噬这些领土, 此长笔消, 加速沿双位圆面的消亡。 所以, 寸土必争, 绝不可施, 吕黄和柔妖女都是点头, 他们也知道这场战争的严峻性。 轰, 城防首先发起了攻击, 一道道光波冲击, 造成了大破坏, 冲在前面的狂乱大军一片遍地倒下, 但站在城头的人却是骇然失色。 因为相比于以前, 倒下的军队数量太少了。 原因在于, 每一名狂乱士兵的身上都是闪动着金属光芒, 有金色的, 也有银色的, 黑色的, 绿色的, 五颜六色, 十分鲜明。 仙京, 众人都是吸了口凉气, 在之前漫长的战争中, 狂乱大军就是光溜溜而来的, 身上并没有武器和防具, 但这一次, 不同了。 虽然仙京亦不能完全挡下光波的冲击, 但终究是规则层次内最强横的存在, 总能起到些防御效果, 再说了, 这也只是第一层空间, 光波的威力有限。 狂乱以前就没有想到吗? 显然不可能, 它只是化身成了未面, 又不是一直是未面, 没有思考能力的。 这只能说明, 它以前并没有这样的能力, 可以大规模地创造出现金来, 但现在它能做到了。 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 因为这只能说明狂乱变得更加强大了。 现在众人可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大量的狂乱士兵已经飞过了城墙, 开始了大肆攻击。 它们的个体战力非常强大, 一只三头虎震动双翼落下, 三个脑袋分别喷出火焰、 雷光和黑水, 立刻造成了大破坏。 啊, 惨叫声连连, 三头虎乃是准天尊的战力, 但这里的舞者却是以九重天仙王为主, 哪里可以挡得住准天尊发威? 眼看一击之下就要造成大伤亡了, 却听砰的一声巨响, 三头虎义士被生生打爆成了血雨。 那几个幸运之人一看, 却发现一拳轰爆三头虎 救下自己性命的人居然是林涵。 也巧, 他们正是之前在阴烈杯嘲讽林涵的人, 这被自己口中的废物拯救, 让他们既震惊又羞愧。 好好活着, 林涵抛下一句话, 立刻纵起身形, 杀了出去。 他, 他真的是废物, 不, 他是个英雄, 这几人难难, 林涵大开杀戒, 他现在的实力太强了, 而且, 他的力量来自本身, 自成一体, 自然不受天地压制, 无论在哪一个位面, 他的战力都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砰, 他一拳轰出, 打出一道尽力, 化成了一团光, 砰, 一头巨大的黑狼立刻被打爆, 耳光团并没有消散, 而是继续前进, 砰砰砰, 这一口气轰爆了七头怪物才忠告能量耗尽。 而这, 仅仅只是林涵的随意一击, 他身形如电, 在漫长的战线上纵横, 一击下去, 管你什么准天尊不准天尊的, 只有被轰杀成渣的份。 每个人都是看到, 一道身形在纵横, 在杀敌, 展现出了无敌之姿。 然而, 林涵的速度虽然很快, 可架不住这条阵线太长了, 当他杀到另一端的时候, 开始那一端的壁垒已是沦陷, 大量的怪物涌进城内, 大开杀界。 林涵大吼一声, 又从另一端杀了回来。 有他的地方, 怪物根本不能留存, 可他也毕竟也只有一个人, 分身乏术。 退, 他大声道, 所有人都退, 周延也知道防线守不住了, 这次狂乱大军的规模远胜以往, 而且还穿戴上了仙晶, 让城防的作用大大地削弱, 在此激战的话, 不知道会死多少人。 他发出号令, 让大部队撤退, 林涵却是留了下来, 之前敌我混杂, 他有所顾忌, 但只要人一清空, 他就能放手一战。 他将柔妖女收进了仙客居, 女皇乃是一部天尊, 而且与他一样, 力量来自本身, 不但实力更强, 而且力量源源不绝, 不用担心后续无力。 林涵直接杀出了壁垒, 就好像当初与吴浩阳大战一样, 开始大开杀戒, 只是这一次是女皇陪在他的身边。 两人联手, 轰, 力量轰出如大海狂潮, 一片偏的怪物倒下。 这些大军汉不畏死, 漠不轰出着攻击, 要将林涵和女皇杀死。 十名九重天巅峰先王可以匹敌一名准天尊, 而十名准天尊足以匹敌一名真正的天尊, 那么, 这里有几百上千万的准天尊, 联手之下又有多么恐怖的战力。 林涵可一点也不想事, 他落下身形, 免得在天空中成为活靶子。 他与女皇在怪物群中拼杀, 拿这些怪物当成了挡箭牌, 只需要承受周遭怪物的攻击, 而这数量最多也就几百个, 完全在林涵和女皇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 无数的怪物倒下, 但还是有许多成了陆网之鱼, 向着大部队杀了过去。 林涵也管不了这些, 他若是挤起而追, 那么必然要成为活靶子,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挡下这么多准天尊的骑射。 而且, 战争也不是属于一个人的事情, 他没有必要将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 杀, 第2776章一人独立, 林涵杀的是天昏地暗, 他战力强大, 可比三部天尊, 而且, 力量完全来自自身, 如同卫面在传送力量, 绵绵不绝, 可在这样的激战之下, 他居然也感到了一阵阵的力罚。 这是因为他毕竟只是准天尊, 体内的卫面之力只是具有了一个雏形, 还没有化成真正的卫面, 提供的力量自然有限。 平时没事, 便是战三部天尊都是不慌, 可现在这里的准天尊实在太大了, 几百个骑轰, 对于他的消耗极大。 这次可不像是一个纪元前了, 狂乱大军不但数量更多, 而且还有仙精守护, 杀起来更加困难。 他都是感到有些吃力, 女皇就更加惨了, 连修法都是有些乱, 气喘不已。 你先休息一下, 凌涵将女皇收进了仙客居, 他们恢复只需要从自身出发, 不需要沟通天地, 因此在哪个地方都行。 仙客居中当然安全了, 凌涵既出仙魔剑, 全力以赴, 一道道剑芒挥斩, 他在运转五行雷术, 不断地轰出可怕的雷光, 一击下去就能杀死几十头怪物, 只是怪物的数量真是太多了, 还在连绵不断地涌过来, 很快就将临寒淹没。 大军一路退, 很快就来到了第二道防线处, 这里还在进行防御攻势的建造, 城防远远没有成形。 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退回来了, 这里负责指挥坐镇的一名天尊问道, 周延据实相告, 让另一名天尊大惊失色。 狂乱的攻击频率越来越快了, 原本像这种大规模的攻击几百万年才会出现一次, 但最近几亿年却是在不断地加速, 几十万年一次, 几万年一次, 几千年一次。 上一次这样的攻击是什么时候? 700年前, 仅仅只是过去了这么久, 超大规模的攻击又来了。 这可怎么办? 他们虽然已经在加紧进行第二道城防的建设, 但至少还需要200年的时间。 唯有死战了, 周延说道, 这里绝不能失守, 否则我们就要让狂乱大军长驱直入了。 另一名天尊点头, 他让所有人停下建筑攻势, 准备战斗。 只是一会, 狂乱的大部队袭来, 才这么点。 另一名天尊说道, 听周延说狂乱又发动了一波超大规模的进攻, 可从现在来看, 这应该还不至于让周延等人弃城而逃。 周延也是一愣, 虽然追过来的狂乱大军依然漫山遍野, 可比之从壁垒上看到的情景, 却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林涵, 他喃喃说道, 什么, 另一名天尊奇怪地看了过来, 他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 狂乱的大军之所以会变得这么少, 恐怕是因为一个人的关系。 周延常常逼出了口气, 脸上的表情说不出的复杂。 怎么可能, 另一名天尊惊呼, 此处有天地压制, 就是七步天尊到了这里亦要受到影响, 与准天尊相比也强大的有限, 怎么可能挡得下超大规模的攻击? 因为, 这个人是林涵啊, 周延说道, 林涵, 哪个林涵, 另一名天尊满脸的奇怪, 一个纪元前, 在总榜上流名的那个林涵。 周延说道, 不愧是林涵啊, 无比妖孽无比强大。 那个林涵, 另一名天尊也想了起来, 此时, 狂乱大军已是袭来, 他也加入了战团。 虽然这里压制了修位, 他只能发挥出准天尊的力量, 但他毕竟是天尊, 战力远要超过准天尊。 他不是已经成废人了, 他奇怪地道, 周延摇头, 失笑道, 他要是废人的话, 那本尊就是废物中的废物了。 嗯, 另一名天尊亚然, 他知道当年的林涵确实妖孽, 但需要让周延如此自贬吗? 周延没有再说话, 战况实在激烈, 没有了城防, 每个人都只能遇血奋战, 不知道有多少人为此牺牲。 但因为冲过来的狂乱大军数量大减, 又被拉长了战线, 所以他们还是稳住了阵脚, 让战事陷入了无比的胶着状态。 这自然是因为林涵, 但现在谁也顾不上这位英雄, 因为他们这里一旦失败的话, 那结局依然遭得不能再遭。 10天, 一个月, 这场战事整整持续了47天, 直到二层, 三层, 四层等空间都是抽出强者过来支援, 这才将狂乱大军全部消灭。 什么, 林涵居然在壁垒储毒战大军,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所有人都是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在强者们的带领下, 眼双卫面开始收复湿地, 当他们来到壁垒储的时候, 只见城墙已经被破坏得七七八八了, 而在城墙之外, 则是如同山一般高的尸体堆, 一座又一座。 这, 前面还有打斗声, 有人耳朵尖, 不会还在战斗吧? 有人颤声说道, 这太恐怖, 任何一座山堆的怪物数量便足以在正常情况下杀掉一名一部天尊, 而在这里, 有位面压制力量, 这些准天尊甚至可以将二部天尊都是埋葬。 可现在呢, 树不清的山堆啊, 却被林涵和女皇所斩。 让人怎么相信, 他们向前进, 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堆, 看得他们都是心惊。 恐怕被林涵与女皇所杀的怪物, 要比其他人加起来的还多。 再往前走几步, 他们便看到了一幕终生难以忘怀的景象。 林涵一人孤立于尸体堆的上方, 而数百头怪物正在向各个角落冲击, 但来一个就杀一个, 来两个就杀一双, 那屹立着的人影就好像是座大山, 永远也不会倒下。 就那么几个呼吸的时间, 所有怪物全部被消灭, 只剩下林涵还傲立在高处, 一揽中山下, 逼逆无敌。 所有人, 神魂皆为之夺, 呼, 林涵也一屁股坐了下来, 连续激战近五十天, 哪怕是他也达到了极限, 体内的力量只剩下了涓涓细流, 更是充满了疲惫感。 这种强度的战斗太大了, 大到便是让林涵这样的妖孽都是吃不消。 林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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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下, 所有人都在叫, 看着他的眼神仿佛在景仰一位神明。 这是个废人吗? 不少年轻人都是跪了下来, 他们的性命都是林涵救的, 当初林涵在城中横推, 灭了无数怪物, 也救下了无数人。 有的人更是痛哭流涕, 之前他们对林涵百般嘲讽, 可林涵非但没有责怪, 反而以得抱怨, 救了他们, 让他们感到无比的羞愧。 第2777章外境一部, 战争结束, 此一役, 被轰杀的狂乱大军数量达到了三千万之巨, 而死于林涵之首的, 差不多有一半。 这样的战机绝对可以让林涵登上总榜第一了, 这是前古未有之事, 一亿可以斩杀那么多的准天尊, 虽然其中也有不少的九重天仙王。 消息传出, 八层空间都是震动, 谁能想到, 一个废人却可以创下如此壮举, 废人, 废你妹啊, 众人都是感慨, 林涵可真是会装啊, 可称逼王。 但更多的人却是知道, 这样的装逼又有几个人可以做到? 一千多万的准天尊啊, 估计都能在正常状态下耗死三步了, 而这里压制修为, 别说三步, 就是四步五步都可能被杀死。 这样的战机, 哪怕将七步天尊放进来, 又能达成吗? 这一役之后, 林涵的风头立刻直窜, 不但重回当初与吴浩阳巅峰一战时的高度, 甚至还远远超过。 战争之后, 城防迅速开始重建, 林涵等人也回到了这里, 因为不知道狂乱大军什么时候又会卷土重来, 人人都得上城墙帮忙进行修复工作, 而即使在这样的忙碌状态, 抽空过来拜访林涵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林大哥, 谢谢你已得抱怨, 救了我们, 几个年轻人过来之后, 跪在了林涵面前, 满脸的愧疚之色。 这是之前嘲讽过林涵的人, 没想到反被林涵救了性命, 后来知道林涵的壮举之后, 自然更是激动地头皮发麻。 这才是真英雄, 纵使被人诋毁, 依然坚持心中的理念。 林大哥, 林大哥, 越来越多的人过来, 都是管林涵叫大哥, 不管年龄是真比林涵小还是大, 在他们眼中, 这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神奇, 值得他们敬畏摩拜。 此意奠定了林涵独一无二的地位, 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甚至与七部天尊这样的巨头可以比肩。 周延也来了, 他叹了口气, 道之前我迈进天尊时, 还想着终于超过了你, 没想到你就算只是准天尊 也将我压制得死死的。 有时候, 我觉得很不甘, 为什么世间会有你这样的妖孽来压制我? 但现在我则是庆幸, 幸好有你这样的妖孽, 这场战争才可能结束。 以我们的胜利结束, 林涵哈哈大笑, 在周延的肩上拍了拍, 我们会赢的。 他说的信心满满, 嗯, 周延也点头, 林涵没有参与城防建筑, 谁都知道他消耗巨大, 自然要让他好好休息, 而且, 林涵做的贡献力的功劳已经前无古人了。 如果他们这条战线被攻破, 不只是第一层空间要失守大量的领土, 连锁反应之下, 另外七层也会如此。 所以, 林涵这功劳大的惊人, 他却是毫不在意, 虚名于他而言没有半点意义, 他要的实力上的提升。 林涵开始闭关, 同样的还有女皇, 事实上一场生死恶战之后, 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提升实力, 甚至突破境界的契机。 他打算突破天尊了, 原本他还觉得根基没有夯的结实, 但之前一战真是将他的潜力完全炸了出来, 也让他将战力完全释放, 让他完完全全看清了自己的状态。 可以了, 他对自己说, 于林涵而言, 突破天尊一如反掌, 因为他的力量来源于身体。 他需要做的, 就是放开修为, 轰, 体内每一个细胞都在震荡, 释放出恐怖的能量, 但这一次可就不是在体内流转, 碎炼他的身体了, 而是开始在他的经脉中续肌, 加持他的战力。 林涵长笑一声, 窜入了长空之中, 嗡, 天地之间有一股特殊的力量涌来, 与他融合在一起, 浩荡无比。 这是炎双卫面纳独一无二的力量, 让他充分感觉到了天地的伟大。 如果现在和这股力量对抗的话, 林涵瞬间就会被碾压成渣, 死得不能再死, 因为这可是超高等卫面的力量, 至少也要六股天尊才能抗衡。 林涵却是自信, 当他的修为上来之后, 体内纳道抽取自炎双卫面的力量 也能尝尝到这样的地步。 细想一下, 这非常恐怖, 只是他体内一道力量就能抗衡一个卫面的伟力, 那他体内又有多少到这样的力量? 每一道都能进化、提高, 这才是林涵的底气所在。 是的, 原世界的六种本质力量在层次上高于一切, 但架不住卫面数量的多啊。 不过, 我当然也不会放弃本质力量, 相反, 有了六种本质力量的融入, 卫面之力才能茁壮成长, 这是相辅相成的。 林涵抽取天地之力, 再加上体内骨涌出来的力量, 一拳轰出, 轰, 天地都是轰隆隆地回响, 天际更是被撕开了一个黑洞, 隐约可以看到有无数的触角在扬动。 他连忙将这个空间黑洞给填上, 虚空之中是狂乱的世界, 他可以通过虚空插手到任何一个卫面, 前提是要为他点亮了一盏灯。 林涵之前此举, 就是点灯的行为, 当然要立刻停止下来。 匡, 天地间有雷霆闪动, 向着他轰击而去。 天尊, 为天地所及, 哪怕是没用也会有天结落下, 这代表着天地的一种态度。 林涵素利, 任天地轰击, 他在内饰己身, 在湿海之中, 出现了一个残破的符号。 这个符号与当初仙魔剑进击的时候浮现出来的文字有些像, 但似乎又有区别, 林涵现在无人可问, 便只能压在心里。 他无视天结, 就在那里进行着研究, 这个符号是他突破天尊的时候才出现的, 应该很有意义。 它试着吸收天地间的力量, 顿时, 这枚符号发光, 让他吸收天地之力的速度提升了十几倍。 和之前仙魔剑上出现的符号作用是一样的, 林涵在去运转之前的符号, 让这些符号一起发光, 顿时, 他吸收天地之力的速度提升高到了三十二倍。 符号越多, 吸收天地之力的速度就越是快。 当天结消失之后, 林涵立刻发现, 天地之力立刻变得无比的虚弱, 好像似有似无的, 勉强可以用来修炼, 但想要抽取过来对比却是完全不可能了。 这是两大微面撞击后产生的压制, 想要不受这样的压制, 那就得去第二层空间。 林涵先不急着去第二层, 他先去找女皇, 问他在突破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破碎的符号。 然而, 女皇却摇头说没有, 第2778张天尊符号, 奇怪了, 女皇为什么没有? 林涵又去找周延, 破碎的符号, 周延先是一愣, 然后倒抽了一口凉气, 林兄, 你真是逆天了。 怎么说, 林涵被他弄得一惊一愣的, 你知道, 对天尊来说最最珍贵的是什么呢? 周延不打反问, 是什么? 林涵问道, 难道是这些符号吗? 周延点头, 你掌握的天尊符号越多, 那修炼起来的速度就越快, 因为这其实是与天地力量沟通的桥梁或是管道, 你管道越多, 收获自然越大。 他一愣, 又开始倒嬉戏, 林兄, 你说这些符号? 思, 难道你除了这个符号之外, 还掌握了其他符号? 林涵也不瞒他, 道, 我有一件天尊宝器, 在成道的时候就曾显化出来过, 你可真是大运气啊, 周延感慨无比, 一般来说, 我等可以获得的天尊符号通常都是由天尊宝器而来, 但这样得到的符号都是千篇一律的, 因为都是使金铁吸取了足够的仙金, 卖出最后一步。 林涵点头, 使金铁的晋升之路都是相同, 就好像一个宗门的, 所有弟子修一样的功法。 所以, 自古相传的天尊符号一共七枚, 这也是为大多数天尊掌握的。 但是, 有妖孽的天尊却可以在漫长的修炼过程中, 摸索出更多的天尊符号。 周延说道, 不过, 这至少要三步天尊才能做到, 像林兄这样, 一突破天尊就会自行浮现, 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周延充满了羡慕, 这自行物出来的天尊符号才是最最适合自己的, 提升的效果最大。 而且, 天尊符号还能在对敌的时候用出来, 凝聚天地之力, 发挥出来的威力, 绝对惊人。 林涵问了一下, 怎么他之前就没办法动用那些符号对敌呢? 嗯, 那是因为他还不是天尊, 无法真正调用天地之力。 林兄, 天尊符号关系无比巨大, 对于任何一名天尊来说都是充满了诱惑力, 所以, 你一定要严守自己的秘密, 否则你就算为原世界做了巨大的贡献, 说不定也会有人打你的主意。 周延肃然说道, 林涵亚然, 难道这天尊符号还能抽取出来? 周延点头, 遇上高阶天尊的话, 将你生生练化, 有几分可能将那个天尊符号提炼出来。 周兄不会也动心了吧? 林涵开玩笑道, 周延确实点了点头, 不瞒你说, 我还真的动心了, 但我还没有失去理智, 去强害这样一位英雄。 再说了, 我也打不过你, 林涵大笑, 这家伙其实挺有意思的, 周兄, 多谢了, 周延点头, 放心, 我不会泽露你的秘密, 我相信你。 林涵回到住处, 将关于天尊符号的事情说于女皇之道。 为什么大家都是凝聚了诸多未免之力, 可女皇突破时却没有形成天尊符号呢? 原因可能有二, 一是你凝聚的未免之力还不够多, 二是你的战力还不达。 林涵推测道, 周延说, 至少要三部天尊才可能摸索出来。 你的战力只有二部, 我却是三部, 这可能就是原因所在。 吕黄点头, 那他就看看, 待迈进二部之后, 他的战力绝对可以匹敌三部了, 到时候会不会有天尊符号自行浮现。 林涵做了一个比较, 他随意撤掉一枚在仙魔剑上得到的天尊符号, 他抽取天地之力的效率下降到了25倍左右, 但是他撤掉刚刚掌握的那个天尊符号, 效率则下降到了11倍。 差距, 无比明显, 果然,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最好用的, 但这并不影响天尊符号的价值, 只要数量足够多, 这修炼速度可以百倍、千倍、万倍地提升。 星系虎、林幽怜他们的修炼速度那么快, 是不是他们掌握了许多天尊符号? 林涵难难, 那么我要超过他们的话, 就需要掌握更多的天尊符号。 现在, 他的修炼速度并不怎么受天尊符号的影响, 因为他还只是一部, 力量既可以从天地抽取, 可更多的却是来自体内。 但是, 他达到二部之后, 那修炼的就是原世界的本质力量, 那就只能靠天尊符号来加速了。 去第二层空间, 林涵决定离开, 在这里他和女皇还是会受到天地的压制, 不但影响战力, 还有他们的修炼速度。 女皇自然不会反对, 柔妖女也决定跟他们一起, 于是, 三人便去天书进行报备, 然后就去了第二层空间。 高阶天尊去低阶空间, 会被天地针对, 但反过来则不会, 因此, 第二层空间其实并不止一部天尊, 也是有准天尊九重天先王的, 只是数量就要少了。 有些九重天先王是在这里历练, 可说是胆大不怕死, 有些则是天尊的追随者, 主人去哪, 他们自然也要跟到哪, 说不定也能迈进天尊位去。 林非凡在考虑一番后, 也带着媳妇来到了第二层, 这里既有老子还有老子的老子, 安全可靠。 林寒一行人还是先去这里的天书报道, 各分配到了一间简陋的住所。 得知林寒来到这里, 既吴明、 火芙蓉等人纷纷过来看他。 好你个家伙, 之前还在装废人, 没想到一下子就创造了万古未有战机。 众人都是笑着说林寒真会装, 还让他们感慨了许久, 没想到都是装出来的。 林寒哈哈大笑, 连连赔罪, 而第一层空间的大英雄来到了此间, 也引发了第二层的大轰动, 绝大部分人都是表示了对林寒的佩服, 却让有些人生起了嫉妒心。 他们原本是这第二层独领风骚的人物, 现在确实被一名新人抢去了风头, 让他们怎么甘心? 要是换做是低等卫面, 那可以成就天尊的莫不是经历了几个纪元的魔力, 心境稳定, 可这里是严双卫面, 每个人的修炼速度都要快得多, 尤其是超级天才们。 像星系虎, 林幽连都是几亿年就成为了天尊, 他们的心性又会很稳定吗? 也许有人拿得稳, 但更多的人却是年少得志, 有年轻人通有的毛病, 那就是骄傲。 因此, 有人嫉妒林寒便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林寒可不管这些, 他现在只想着提升修为, 这里可以好好修炼, 他在是海中浮现出天尊符号, 抽取着天地之力不断地淬炼己身。 第2779章日常, 平静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仅仅只是一个月之后, 狂乱大军袭来。 警报拉响, 林寒立刻出动, 与第一层一样, 有的人守在城墙上, 有的则是城墙之下, 大部分人都已经祭出了天尊宝器, 摆出了全力以赴之势。 林寒不由感慨, 天尊还真是多, 一眼望过去, 十几万是至少的, 这些可都是天尊, 绝对不是大白菜啊。 再想想, 这里几乎汇聚了整个原世界的天尊, 那数量达到十几万自然也没有什么稀奇的。 虽然这么小, 但莫然看到这么多的天尊, 林寒还是升起了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轰, 大地震动, 狂敌大军已是袭来, 有地上跑的, 还有天上飞的, 狂乱还是有些创造力的, 造物稀奇古怪, 但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多。 有的脚特别多, 有的则是眼睛特别多, 还有头特别多的, 古怪无比。 但是, 当这些怪物足够接近的时候, 城防还是没有启动, 并没有光波修修修打出, 先斩掉一批怪物。 从第二层开始, 城防就只是城防, 零件雪便站在他的边上, 跟老子解释起来, 城防无法发挥出一部天尊的战力, 因此, 重点就在抗打上。 那里的大门会打开, 放一些怪物进城, 我们就张开一个口袋将它们先消灭。 林涵点头, 这里只有十几万的天尊, 可看看漫山遍野的这怪物数量, 怎么也有五六十万吧? 如果在地势开阔之地进行激战, 不说必败吧, 就算是胜, 那也只是惨胜。 于狂乱而言, 他重新创建一支大军又需要多久。 所以, 不能没脑子地硬拼, 就在说话之间, 狂乱大军已是开始攻城。 砰, 有巨大的十八眼巨人舞动双臂, 砸出了巨大的石块, 附上了天尊之力。 砰, 石块砸在城墙上, 顿时让城墙出现了一道缝。 这没事, 但像这样的十八眼巨人还有许多, 纷纷投出了石块, 要将城防生生砸碎。 眼双卫面这边当然不会没有对策, 有强者在城墙上开弓, 射出了一道道神剑, 有的击碎了石块, 有的则是反击那些十八眼巨人。 另一边, 狂乱大军也从特意打开的城墙缺口中涌出, 但只能进入一部分, 瞬间就让数量优势荡然无存。 杀, 这里的人都是熟练无比, 立刻杀将了过去。 他们必须尽快解决战斗, 不然的话, 涌入了狂乱军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后, 那优劣之士将瞬间交换一下。 这里的天尊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有天尊宝器, 而怪物大军则没有一个配备, 这应该也和狂乱的创造能力有关, 毕竟一个威面也就那么多的仙晶, 是金铁。 有数量的优势, 再加上天尊宝器发威, 城墙缺口处立刻展开了大屠杀, 一片偏的狂乱军倒下。 然而狂乱大军却都是一个个汉不畏死, 前赴后继, 很快也让严双卫面这边出现了伤亡。 狂乱死得起天尊, 但严双卫面真的死不起。 一般来说, 天尊至少需要以纪元纪的时间才能培养出来, 倒下一个都是巨大的损失。 林涵长笑一声, 纵见而下, 展开了杀戮。 他现在对于力量的掌控越来越熟悉, 一剑消除刚刚好将敌人杀死, 而丝毫不会浪费什么力量。 众天尊也在发威, 有人一锤子砸出, 扬动着银色的光芒, 隐约可以看到有一个字圆在扬动, 但完全看不真切。 砰, 一锤落下, 银色的雷光曝开, 顿时有十几头怪物被震飞, 身上全是银芒在闪动, 陷入了麻痹状态, 然后被后面的天尊割捕上一剂, 瞬间杀得干净。 在这里, 更强调的是配合, 林涵暗暗点头, 他让女皇, 林剑雪跟在他的身边, 他则是充当了矛头, 一路向前途径。 鲜魔剑斩出, 他所向披靡, 女皇也在手掌中扬动起一个天尊符号, 然后轰出, 轰, 他的战力至少提升了十倍, 将附近几十头怪物同时震飞, 身在半空就全部被震成了血末。 要知道, 他虽然是一部天尊, 却拥有二部的战力, 破坏力当然恐怖了。 林剑雪的战力就要逊色多了, 他只是普通的一部天尊, 既没有天尊宝器, 也没有天尊符号, 甚至连天尊宝树都没有习到, 战力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林涵不由暗叫惭愧, 以后一定要将天尊宝树叫给儿子, 但是金铁的获得却要看运气, 可不是想要就有的, 而天尊符号就更加可遇而不可求了。 还好, 这一次的进攻并不算如何的凶猛, 仅仅只是七天之后, 战事就平息下来。 没有谁说要庆祝云云, 大家都是立刻进行休息, 修补城墙, 然后将战友埋葬。 这里同样有战机排行榜, 规则也是一模一样, 一张是总榜, 一张是现行榜, 更新时间都是千年一次。 上次更新还是七年前, 因此, 下次更新的时间还早得很。 林涵将儿子叫了过来, 将五行雷术和九化天经传给了他, 这两个相对来说要好修炼许多, 不灭天经当然也传了, 但这需要很多的物质支援, 修炼起来就要慢得多了。 一战结束之后, 众人都是抓紧时间修炼, 争取早日突破, 如果能够在第八层空间打败狂乱的话, 那就能一劳永一地解决祸端了。 还有些人则是出动去猎杀林散的怪物, 这些怪物在刚刚创造出来的时候汉不畏死, 但也没有神志可言。 然而, 这毕竟是天尊啊, 若是在这片天地停留的时间足够长的话, 他们会迅速开启神志的。 那这样的天尊就太难杀了, 同时一步, 义方执意要逃的话, 没有数量优势根本拦不住。 所以, 必须尽快将他们消灭, 在很早很早以前, 众人便没有管这些散兵, 结果若干年后, 他们的数量起来, 联手攻城, 造成的破坏无比恐怖。 受了这次教训之后, 每次战争结束, 众人就会出动去扫荡这些散兵, 免得他们成了气候。 林涵也打算出动, 他始终认为战斗是提升修为最快的办法。 林涵, 他还没有出发, 便见一名年轻的天尊走了过来, 脸上带着笑容, 是不是要出城猎杀那些怪物。 一起吧, 互相也有个照应, 林涵看了对方一眼, 一时之间他不知道对方是真的力邀他一起, 还是别有用意。 他想了想, 展开笑容, 好啊, 第2780章教训, 林涵没有叫上女皇, 就只是孤身一人, 与那人出城而去。 证明天尊叫赖光, 年纪要比林涵小得多, 修炼1000亿年就迈进了天尊位, 画里行间都是流露着淡淡的傲慢。 两人行走了一阵, 前方出现了一座大峡谷。 据本尊得到的消息, 这里面藏了至少百头怪物。 赖光说道, 他当心而行, 进入了峡谷, 林涵也跟了进去, 但他只觉眼前一花, 原本这里的环境虽然有些阴森森的, 但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压抑, 天似乎低得就在伸手可处之处。 赖光已是不见了, 这是什么地方, 林涵知道, 两个未面碰撞, 会升起极古怪的地貌, 甚至折叠空间, 比如, 有时候在第二层走过一个山洞之后, 就突然来到了第四层第五层的空间。 这里便是如此吗? 林涵漫步而行, 他并不敢大意, 他现在的战力应该可以匹敌甚至战胜三部天尊, 但对上四部他就不是对手了。 所以, 小心驶的万年船, 但行了许久之后, 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危险。 从外面看, 这个峡谷也就那么点大, 以他的脚程只需要几个呼吸就能走完, 可现在他至少已经走了半个时辰, 却依然没有看到镜头。 他露出一抹笑容, 赖光果然不是真心实意的。 他索性盘坐下来, 倒要看看赖光想做什么, 反正什么地方都能修炼, 这里也一样。 一天, 十天, 足足过去了两个月时间, 突然有声音响了起来。 林涵, 想要出来了吗? 林涵睁开眼睛, 赖光, 你将我骗进这里就是为了问我这个问题。 呵呵, 我们只是觉得你太招摇了, 想要让你安静一段时间。 又有一个声音响起, 这绝不是赖光, 哦, 林涵笑了笑, 我哪里爱着你们了? 哼, 这第二层空间中, 原本是我们原老大的地盘, 可你一来就抢走了我们老大的风头, 所以我们希望你在这里带上一段时间, 好好冷静一下。 林涵亚然, 这样也能让他拉到仇恨。 他在第二层不是很低调吗? 抢了谁的风头? 但在一想, 他不用在第二层如何威风, 因为他在第一层就已经立下了赫赫战功, 无论去到哪一层都可以成为风云人物, 抢了谁的风头也是正常。 不过, 可以在第二层中脱颖而出, 那也应该是超着无比的人物, 怎么连这点气量都没有? 这样的举动, 是这几个人的私下而为, 还是出自原老大的安排呢? 你们以为, 这可以困得住我。 林涵笑道, 这可是未面碰撞形成的秘境, 在被我们影响天地大势, 你没有一年以上的时间休想破解而出。 有人无比自信地说道, 林涵目放金光, 看了一圈之后点点头, 对方说得没错, 这里的天地结构一直在变化, 想要理出其中的规律那是极难极难的, 困上一年并非夸张。 但这些人不知道的是, 他的力量远远超过一步, 那又何须按照规矩形式, 直接以力破之就好了? 这是他的自信所在, 所以一直没有爆发, 林涵淡淡一笑, 那我就破解给你们看看。 他大步而行, 轰, 体内每一个细胞都是在喷涌逐力量, 化成了长江大海, 为面之力汹涌磅驳, 不断地涌出体内, 在他的深周形成了一圈光芒。 卡卡卡, 他附近的空间不断地破碎, 如同打碎的水晶一般。 山谷外面, 共有七名男女在那站着, 露出了冷笑。 他们太看不惯林涵了, 不过是从第一层刚刚晋升上来的新人, 居然就引发了那么大的轰动, 让他们老大的威望都是受到了影响。 看看, 心而易举就被他们骗进了陷阱, 就这智商。 看看, 有人突然哆嗦着说道, 手指着山谷, 满脸的不可思议。 比慌什么慌, 其他人纷纷吃到, 当将目光看向山谷时, 他们也同样变得目瞪口呆, 因为林涵如履屏蔽, 大步而行, 没有受到一丝丝的影响。 怎么可能, 林涵笑道, 当力量强大一定的程度时, 就能破开一切虚妄? 废话, 这他们也知道, 可关键是, 这里压制力量, 便是六部天尊都要受到影响, 你凭什么以利破法? 林涵看了看这七个年轻人, 道, 有狂乱的大威胁在前, 你们居然还在动这些小心思? 格局如此之小,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修成天尊的。 那七人又羞又怒, 大家都是一步, 你凭什么训斥他们, 搞得好像自己是他们的长辈一般? 林涵, 你不要太狂了, 赖光立刻叫道, 林涵看向他, 你以为, 我这么亲信于你, 是智商有问题? 他摇摇头, 输了你们格局小, 在这样的天地大局之前, 我更愿意对人多一点信任, 你们确实滥用了我的信任。 今天, 一定好好教训一下你们, 赖光七人都是冷笑, 你也不过是一步天尊, 以一笛妻, 有胜算吗? 林涵不达, 只是大步而行, 大胆, 七人都是怒吼, 纷纷向着林涵扑去, 当他们冲到林涵身前时, 却是一个个都是脸色大变, 只觉一股可怕的吸扯力作用在他们的身上, 让他们身形加速。 他们想要停下来, 却是骇然发现这根本无法做到。 砰砰砰砰, 他们顿时撞到了一起, 堂堂天尊又如何, 照样撞的是人羊马翻, 狼狈无比。 他们爬了起来, 在看向林涵时, 目光中就带着强烈的恐惧。 这个人, 一朝未出就让他们吃足了苦头, 实力强到了何等地步。 走, 他们纷纷说道, 他们根本不可能是林涵的对手, 必须将原老大请出来才能对抗。 出了要教训你们一顿, 急着走干什么。 林涵伸手, 轰, 可怕的压力震落, 这可是三部级别的力量, 这七人便是联手也不可能相抗, 顿时被琪琪镇压。 啊, 七人漠不惨叫, 琪琪趴了下去, 根本无法对抗的林涵压力。 今天要教你们一些道理, 林涵淡淡说道, 他在一边盘坐, 可压力依然在, 让七名年轻天尊都是汗水狂流不已。 战友不是用来坑的, 信任不是用来挥霍的, 双引号双引号惊叹号, 林涵说一句, 就将手按一下, 让七人吃足了苦头, 哪怕全力对抗都是无用, 只觉全身骨头都要断裂了。 这个人在用来呢, 让七人吃很多人就要断裂了。 我看,